这是个存在恶魔果实 都市板海盗事件 三色霸气 海军六世 恶魔果实 木白在恶魔术界意外获得振振果实 开启系统 每日千道 不好意思振振果实就是墙 无敌之路就此开启 第28章满分成绩 远省状元 木白都走出校门了 被校长和老师喊了回来 校长哭口婆心的说 木白你就是我们六中的榜样 高考成绩下来之后 上级过来发奖金可不能没有你 啊 要是有钱拿 木白觉得再等一会儿也没关系 回到教室 就看见一颗漂浮的头颅在四处游荡 李飘 准确来说名字改得很对 李飘 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看到对方陶醉在自己的世界 木白一个大搏溜子打在对方的后颈 把李飘下的一机领 何妨萧小再次作祟 啊 是老白啊 你不是回家了吗 看到动手的是木白 李飘不把门的嘴也停了下来 看到四肢在地上各走各的 木白不禁感叹 就你现在这个形象 别人不知道的你还在演鬼片 神算啊你 这两天还真有拍恐怖电影的过来找我 他们说我这个四分五裂果实 不演恐怖片都是个浪费 这几个人有眼光木白笑着拍了拍脑门 他旁扶看到了未来冉冉升起的大师级恐怖演员 接近中午 教室里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 叽叽喳喳地讨论住高考成绩的事 时不时地看向木白 这段时间木白可以说是名声大噪 常常能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他的身影 一千分我能拿五百分就知足了 你想太多了吧 我还想拿八百分加入四大顶级学府呢 得了 我可以确定 咱们班恐怕只有木白有这个分数 能踏足顶级学府 不过今年的录取分数线是真的高 一本需要过五百分 重点大学需要六百分 四大顶尖学府今年统一八百分数线 的确比去年竞争压力大多了 咱这一届 全国高分数榜前摆的 也不知道原省能占几个 什么全国分数榜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你就孤落寡闻了 由于今年的考试题目全国通用 官方会在省排名外新增一个全国高考排名 我擦 那不得一分拉下几百万人啊 不知道木白能不能排上名 感觉有点难 虽然木白实力很强 但估计 打着哈欠的木白双手抱头 困意十足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休息过 即使以木白的身体素质也有些扛不住了 卧槽 木白 你上电视了 吉安是青年形象大使 刷住手机的李飘惊呼地说住 其他同学也都为了上来 看到李飘给他们看的吉安地方新闻 只见新闻中一位美女主持人在正式宣布 六中的木白成为吉安的形象大使 上次帮助抓捕邪教徒 政府这边说给我个表彰 这也没什么的 凡是六中学生遇到这样的事 也都不会袖手旁观 看住同学们盯住自己 木白很平静地说 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 他们恐怕会狠狠地鄙视那个人 装什么装 但这句话从木白口中说出来 那可就不一样了 毕竟这位可是几招秒杀四级邪教徒的存在 实力是一切话语的基石 尤其是在这个世界 木白你太厉害了 我还从没有听说过有高三毕业 就当地方青年形象大使的 换成我 说实话看到邪教徒 我恐怕比谁都跑得快教室外 孔老师走了进来 看到同学们都聚在一起 好奇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 都聚在后面有兴奋的女生说 老师 木白成为咱们吉安的形象大使了 听到这里 孔老师也是稍显惊讶 不过被他很快地掩饰过去了 木白同学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不管是你们以后加入大学还是参加工作 都要学习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好了 都回到座位吧 一会高考成绩就公布了 同学们听话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白兄 你可是成了老孔口中的炫耀资本了 前段时间 咱们学校和武中做交流会的时候 你猜怎么住 听说老孔是你的老师 武中老师的眼睛都绿了 纷纷去请教老孔 是怎么培养出来这么优秀的学生 可把老孔乐坏了 李飘在下面跟木白小声地说 哈哈你这思 你没到现场吧 别又是道听途说 深知李飘爱好的木白可是知道 这家伙就喜欢在无聊的时候满嘴跑火车 四 我李飘是这样的人吗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我要是胡编乱造 就让我的断胳膊断手吧 看到李飘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 木白无语地指住他说道 你现在不就是断胳膊断手的吗卧槽 我是不是这句话说多了 才得到了这颗果实的 造孽啊 不知道这里飘继承了四分五裂果实 既没继承八级大神的霸王色运气 不过看这个家伙不住掉的样子 倒是与八级大神有点像 讲台上 孔老师看了一眼手表 大声地说道 到十二点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了 别忘记了自己的考试号码和自己的证件号码 打得鸡血的同学们连忙登上自己的高考账号 刷新了两下成绩就出来了 有同学激动地跳起来兴奋地说 五零一 就差一分一分 四百三十九分 倒是也符合我的实力 有兴奋的自然也有铺戒的 两百二十一分 这是什么鬼 三百八十八分 这也太可惜了 要是我觉醒了五装色分数 绝对不止这些 李飘和穆白倒是成了最佛系的人 穆白自己被五大内招 看不看成绩都无所谓 所以穆白并不住急 而对于同桌间好友的李飘 穆白自然也是清楚原因的 这家伙的父亲已经联系好门路了 保送继安当地的一所二本 讲台上的孔老师看到穆白一动没动 自然知道原因 他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对着穆白笑着说 穆白怎么不看看自己的成绩 被班主任催促的穆白 不仅不慢地登陆自己的高考账户 咚咚 手机铃声响起 孔老师拿起手机 看到是一个未知的号码 接通后 是原省教育局的人 请问是穆白同学的老师吗 我是原省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穆白同学的成绩您看了没有 居然是省教育局的 打电话给自己是因为穆白的成绩 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是的 我是穆白的老师 穆白同学就在我面前 正在查询成绩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 随后说 好的 我们下午会有相关领导 前去祝贺穆白同学 喜提原省状元听到此话 孔老师一惊 原省状元 手机荧幕上的分数也被刷了出来 看到分数 穆白没有吃惊 神色很平常 但看到分数的孔老师 手机掉在地面上了 不过此刻的他也顾不上手机了 那清清楚楚的四位数 映入他眼里 直教这么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高考分数 有四位数的 穆白我没看错吧 你考了一千分双眼通红 呼吸急促的孔老师 抓着穆白的肩膀 全身颤抖地说 看到老师因为激动而颤抖的身体 穆白微笑地说道 满分是一千分 当听到穆白拿到一千分的时候 全场鸭雀无声 尤其是听到穆白的回复后 更是呆立在原地 是啊 对他们来说 800分就是高中时代 所追求的最大分数了 拥有这样的分数 就可以登上下国最大舞台 进入四大顶级学府 但对于穆白这一类的天才来说 满分只有一千 满分20003000 他还是会拿到满分 这样的实力和格局 是他们这些普通的学生 不能想象的 在短暂的寂静后 激动的呼喊冲破了天际 其他隔壁班级的老师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走过来听到穆白高考满分的时候 差点背过气去 校长也跌跌撞撞地奔向穆白 喜极而气的他 拉住穆白的手激动地说道 刚刚 刚刚 教育局的人跟我说了 你是原省的武状元 你快去看看全国高考排行榜 听到此话 穆白搜寻了一下 全国高考排行榜 100名到90名是987分左右 90名到30名都是995分左右 全国第二名998分 全国第一并列了五个人 穆白原省 江不明神都地区 原不二东海省 穷子一西荒省 月千筹明省 拿到1000分 穆白自然知道最难的是什么 500分的实战训练 理论上是拿不了满分的 拿到满分必须是击败考官 自己以三级击败动物系四级的教官时 没有动用果实能力 不知道这个江不明是什么水平 这次高考虽然考试项目不一样 但其实对一线城市还是有要求的 负责一线城市实战考核的战士 在四级中也都是最强的一批 自己还要变得更强 比所有人都强 在周围同学惊骇的目光中 穆白被校长请进了校长室 1000分 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考1000分的人家 还在我的身边 我之前还以为穆白的实力比顶级的天才低 但现在看来 我低估了穆白 即升白 和升我 高考满分的其他四个人名气都远在穆白之上 如今穆白与他们并列 可以毫不怀疑的说 从今天以后穆白火到了全国 这四大顶级学府不得强迫了头啊 我要是穆白做梦都能笑死 行了 一个个的 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敢跟穆白相提并论 有一说一 这次以后咱们再想见穆白 都得在电视上了坐在后排的李飘 嘿嘿冷笑 李飘 对啊 你和穆白关系最好 你知不知道穆白是怎么训练的 看到后排的李飘 有人好期待问 其他同学也都看向了李飘 吵杂的教室中 其他高三班的同学也混了进来 想瞻仰瞻仰高考满分的时机 你们啊 以为穆白就是天生的天才吗 他不是 说到这里 他抬起头看向窗外 眼神中带着思索 与崇高的意味 你们看见过凌晨三点半的解案吗 穆白 在他刚修炼的时候 每天放学回家苦练到三点半睡下 三点半醒来继续训练 你们哪个有这样的毅力 听到这里的同学瞠目结舌 这穆白也太努力了吧 不过有同学听到后疑惑地说道 三点半睡下 三点半就醒 那不是等于没睡吗 听到他的话 李飘力声大喝道 下属不准拨上司的 嗨 没错 穆白每晚都不睡 因为他睡不住 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 像你这个年纪怎么还睡得着 周围的同学无不大为震惊 有这样的毅力 确实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看到大家的反应 李飘得意地笑了笑 来走两步 没事你走两步 不把你们忽悠瘸了 我就不信你 随着李飘的讲述 在场的同学无不热血激昂 气氛到达高点的时候 李飘正臂高呼 王侯降向 嗨嗨 努力 拼搏 为了下国的未来 努力 拼搏 走廊镜头的学年主任路过后 看到这一幕 默默地鼓起了场 不愧是穆白 在上厕所的时间里 都在苦练海军六世 想到自家不成器的孩子 学年主任请了紧自己的裤腰带 校长室里的穆白 自然不知道李飘已经在讲述着 自己也不知道的光辉时机了 坐下的校长 笑得合不拢嘴 见穆白看向自己 校长收起了笑容 对穆白说道 刚才教育部这边 还有市政府这边 都已经在准备表彰仪式了 下午一点 在市政府举行听到此话 穆白好奇地问 奖励什么 我这个人比较重视实际的东西 三科药剑的人生 全部是三百年份的 服用以后对修炼大有弊益 对自身的体质也有强化 再加上一千万柱学经 校长激动地说住 药剑嘛 所谓的药剑 是一座高级的益次元空间 里面盛产珍贵药材 进入等级 必须是六级紫金品界之上的强者 药界里危机四伏 伤亡率极大 所产出的药材 更是千金难求 三百年的一届人生 可以说是相当夸张 每一颗在黑市中 都是最珍贵的抢手货 曾经黑市中有过拍卖的 拍卖价位也都是九百万起步 均价都在两千万左右 为了表彰穆白 政府这边可以说是诚意十足了 俨然把穆白当作超级星星 明日的地做强者了 下午 表彰大会如期举行 众多媒体听闻都赶了过来 在高台上穆白不卑不亢地 讲述着自己对于修炼 对生活的感悟 以下的媒体以及民众 爆出雷鸣般的场声 锦安市政府的负责人 将一节人参和助学金颁发给了穆白 讲述了一下 锦安市这几年的规划建设 和自己的心路历程 台下的凤九哥 对穆白竖起了大拇指 表彰大会结束之后 穆白婉拒了一行领导聚餐的请求 坐上凤九哥的车离开了会场 车上 穆白和凤九哥坐在后排 你果然是和我同类的人 都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翘住二郎腿的凤九哥笑住说 如果每天都有这样的奖励 我倒是巴不得天天如此 扬了扬手中的一节人参 穆白打趣地说 哈哈 这倒也是之后有什么打算 听说你已经加入五大了 还和姓梁的打了个赌 穆白简单地把对赌的事情说了一下 身旁的凤九哥捋着胡须连连点头 非常人 行非常事 就凭你有与这些天交争霸的信心 未来的下国就会有你一席之地 我与五大各取所需 互相成全 全国联赛冠军是四大学府做梦都想要的 我有信心拔得头筹 握紧拳头的木白 铿锵有力地说住 在全国联赛中与各路天交切磋 这样美妙的事情难道不诱人吗 同时 坐在飞机上返回名省的梁主任 看到热搜第一的新闻 会心一笑 全国前百的高考成绩 与将不明几人并列第一 木白恐怕真是五大崛起的救星 黑色的轿车在社区门口停了下来 木白倒谢下车 看来有个小朋友在等你 凤九哥若有所思地说 利用见纹色进行感知 木白把视线看向小巷子中 再见了木白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时 会是在全国联赛的舞台上 嗯 学长你要离开吉安了吗 虽然早有预感 毕竟吉安只是一座小庙 容不下将要突破到六级的凤九哥 一族战区最近吃紧 需要我去一段时间 依靠在车座上的凤九哥不在意地说 助学长五蕴昌龙临走前 木白认真地说着 哈哈 也助你五蕴昌龙车门轻轻关上 黑色轿车迎着月色驶向远方 轿车在视野中消失 木白转过头走向小巷里 修长的身影在月光下被拉得斜长 幽暗的小巷中 带着鸭蛇帽的男子站在木白的不远处 找我有什么事吗 大晚上在我家门口蹲着 看清楚了茂岩下的脸庞 木白并没有吃惊 对面的男人压低了茂岩 低沉地说 木白我明天就要去参加冬荒试炼了 我这次来就是看看你向前走动几步 鸭蛇帽下的脸庞也被一闪而过的车灯所照亮 正是无故退学 消失多日下棋 我并不觉得以你的水平能够通过冬荒试炼 你死在那里的几率很大 似乎在诉说着一个事实 木白的声音没有一次波动 冬荒试炼 又称冬荒军校选拔赛 所有的士林人群都可以参加 在一次元空间中斩杀一族 杀得越多排名越高 里面的一族等级不定 你今天遇到两级的弱姬 说不定明天就碰见五级的一族 每年接近的参与者 最后就筛选出活着的识人加入冬荒军校 我别无选择 我被家族抛弃 我需要一个理由支撑我走下去 这个理由就是光明正大的击败你之嫩的脸孔流露出一抹坚毅 看来这个下棋成熟了许多 不过把自己当成超越的目标恐怕是完成不了的 叮咚 检测到有人类单位是宿主为超越目标 信念极强 开启连续任务 不可逾越的大山 每击败一次对方 宿主可获得1%果实开发进度提示 对方每一等级可有一次击败的机会 这个不可逾越的大山任务不错 利用好的话自己再进入五大后 只要击败那些不服不愤的 让他们把自己是做超越的目标就可以了 可惜只能在一个等级上击败一次 不过即使这样 自己的果实觉醒速度也将上升的台阶 击败我妈 这段时间不见 先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有没有提上把掏出裤兜中的硬币 被白色球罩覆盖的硬币上出现裂痕 硬币在手中弹射出去 精准地命中了下起的腹部 伴随着虚空的裂纹声 下起的身影急速地被击飞出去 生生地镶嵌在墙壁中 低头看到冒着白烟的硬币 下起艰难地站了起来 利用振动传递到物质上 在物质上包含振动的能力 你的果实已经开发到这样的阶段了吗 走过来的木白轻声说道 你太弱了 刚刚如果我恶意 这枚硬币就将镶嵌在你的大脑上踢 看见木白靠近 不死心地下起一个里域打滚 运转踢 逃脱了木白的视线 武装色纸枪 一声低鹤 黑色的纸枪攻向木白 还在用这样老掉牙的招式吗 能力者不对自己的果实进行开发 无疑是 便说着 木白脚步轻巧地扭转身躯 白色的球罩凝聚的脚底 在夜空划过一道弧线 精准的命中在高速移动地下起 一声呼啸 虚空伴随着枝嘎声 层层破裂 下起只感觉到胸膛被火车命中 天旋地转之间踏入断线的风筝 砸穿小巷中的废弃墙壁 没有了意识 无疑是愚蠢的 身穿黑色运动服的木白转身离去 没有向下起的方向看一眼 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 叮咚 完成一次不可逾越的高山任务一次 奖励果实进度提升1% 回到家中 木白拿出高压锅 加水后将三颗一节人参放了进去 吃下三颗人参后 看看能够加多少体质点和熟练度 几千万大洋在一个高压锅中 高压锅感觉压力山大 明天上午自己就会离开原省 搭飞机前往中午大学所在的明省太平市 距离开学还有个几十天 提前去适应环境 在小巷子的废墟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下起墙忍住剧烈的痛意 站了起来 一圈一拐地走在青龙的街道上 他明白他和木白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刚得到果实的纳会 自己就被拥有阵阵果实的木白碾压 但在几个月后 自己在木白面前连虫子都不算 轻描淡写的一脚就让自己失去了意识 这种生杀大权在别人手里的滋味可不好受 失败并没有让他的意念有所减弱 相反 这可求不到的胜利果实 将引领着他的灵魂走向深不见底的深渊 醒来第一件事不能忘 千道 叮咚 千道成功 体质加一 见纹色霸气加一百熟练度 剑道加两百熟练度 气魄加零点五 昨晚吃下的三颗异解人身后 自己的身体排出了大量的杂质 那味道令人作 木白怀疑应该是自身累积的体内废物和毒素太多所导致的 当然自己的收获也是满满的 打开面板 姓名 木白 等级 三级 体质 75 武装色霸气 5800熟练 剑纹色霸气 7886熟练霸王色霸气 65 气魄 剑道 3502熟练 海军60 熟练 恶魔果实 镇镇果实 73% 装备 悬叶重火 凉快刀 黑色的神秘手套体质和果实进度 在昨天服下一届人身后暴涨 尤其是自己吃下第一颗人身后 第二颗和第三颗的药效就降低了很多 一个人看来不能多次服用一种药材 身体会有抗性 影响资深的吸收 药界的药物作用确实非比寻常 木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达到了一个灵界值 三级的壁垒也慢慢松脱 在前往名省太平市的航班上 还有几名乘务人员和乘客认出了木白 世界的全国高考榜单公布后 木白可以说是全国皆知了 俨然是个冉冉升起的星星 木白的火花社交粉丝数也突破了100万的大关 飞机降落 木白搭计程车来到市区中心 高楼大厦林立 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知道是几安这个三线城市多少倍 十几分钟后计程车停了下来 木白付完费用下车 映入眼前的是古朴豪气的奇特石门 上面雕龙画凤 正中间的位置刻画着一只生动形象的涛笛 涛笛的身上刻有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 中午大学 学院门口处两座十几公尺高的巨大石狮子 令人望而生畏 许多青年拿着行李进出 看情况应该都是放假提前回归学校的高年级学生 路边路过的行人不时向校内注目 木白不远处的一名肥胖少妇 看到静静出出的学子 不禁感叹道还得是顶级学府 老大进去了 也不知道我家小儿子明年能不能考入这里 低溜溜的眼珠子扫到穿住一般 但气质卓越的木白呆呆地站立在学校门口 再回头看了眼自家肥胖木龙的孩子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他阴阳怪气地说 这顶级学府可不是穷酸鬼能够进入的 这没钱没事的可进不去 有些人就得看清楚自己的处境 才能好好做人听到这里 木白回过头笑着说 臭三八你在跟我说话吗 四 你这个人母狗样的穷酸鬼叫我什么 你信不信老娘找人狠狠地收拾你一顿 看样子就是个臭打工的 乡下的把只见那中年妇女掐着腰在那里喋喋不休的 这大城市就是好 遇到不正常的人几率都这么大 不过你想死吗 木白脸上的笑意褪去 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杀意 在这凶悍的眼神下 中年妇女跌落在地面上 神识恍惚 穷鬼 我要杀了你 杀 一摊液体从下面流出 旁边肥胖的儿子看到这一幕 怒气冲冲地走到木白的身前 一些五大的学生看到这一幕都停下了脚步 卧槽 他俩要在五大门口打一架吗 牛皮啊冲到木白身前的小胖子拼命地点起脚尖 但还是没有木白高 看到这滑稽的一幕 周围有忍不住笑意的学生哈哈大笑 有的则是拿出手机反复对比 这个俊朗的少年好像在哪里看过 其他人笑出了声 木白却是面无表情 本来挺好的心情被个垃圾影响到了 那就去死吧 没有任何犹豫 木白单手压住那满脸石油的大眼 狠狠地按压在地面上 白色的球罩在手中凝聚 小胖子拼命地把住木白的铁手 想要挣脱开来 但就像钢铁一样 任他反抗也无济于事 恶魔的低语在他耳边响起 空阵虚空中响起枝大破裂的声音 学校大门前的宽阔场地 一条条裂纹凭空出现 地面在塌陷 强劲的气流在四处乱窜 被木白紧握住的脸庞流下一丝丝的血 双眼泛白已经失去了意识 围观的众人都傻眼了 这个疯子 他真的敢这么做 这个震动能力 他是木白 原省高考状元 全国高考和那几个怪物 并列第一的怪物 从废墟中拎出逝去意识的小胖子 木白随手扔向一边 250斤的重量 在木白的手中却像是扔沙包一样简单 敢言与侵犯 收拾收拾也不为过吧 至少没杀死他 在医院躺个一年半载就好了 好大的胆子 你给我站住 一声爆喝响起 学校内走出来一个大胖子 愤怒地看向木白 几步走到中年妇女面前 妈 你没事吧 儿子 杀了他 杀了那个小兔崽子 其他几个同学看到这一幕都在劝大胖子 韩笑冷静 事情还没说明白 够了 被称为韩笑的大胖子愤怒地走到木白身前 用恶受一般的语气说 你想死吗 这正是木白一开始对他妈说过的话 那边韩笑的同学赶紧对木白说道 你是今年的大姨新生吗 赶紧跟韩笑赔礼道歉 不然他会杀了你的 你 你是木白 另一个同学吃惊地说 在暴怒中的韩笑可听不尽这些 正在他准备要动手的时候 学校里跑出来一个人 正是招生办的梁主任 看到面前的一地狼藉 他转头看向韩笑说道 发生了什么 韩笑你又闯祸了 转头看向木白 梁主任笑着说 木同学过来了 梁主任我来了 不过似乎贵校的学生素质堪忧啊 扫向韩笑 木白嘴角挂着莫名的笑意 小子 你说谁呢 大姨新生就敢和大三学长这么说话吗 韩笑像看死人一样看向木白 大三学长 狗一样的东西在我木白这里只论实力 而你妈 只不过是仗主自己虚度了几年光阴 就淫淫狂吠的废物罢了 听到木白这话 韩笑气血上涌 随后音音的笑道 好 第一次见到这么疯狂的 你是新生 我给你时间 开学典礼后我亲自收拾你 我下战术的时候你可不能拒绝啊 听到此话木白突然说道 打你这种废物我完全没有问题 一旁的梁主任没有插手两人的事情 只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他想看看木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冲突 你敢吗 眼神狠辣的韩笑不屑的说 也就是说尸首打死人没有问题呗 是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 双手插兜 木白若有所思的说 众人一正 谁也没想到这个新生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个比韩笑还要疯的疯子啊 韩笑后面几个跟班挡在木白身前 齐齐看向木白 嘴角都挂着欧峰的笑容 一个新生也敢这么嚣张 不管你是什么天才都需要先懂的尊重学长知道吗 看住眼前叫嚣的杂鱼 木白觉得很有意思 有句木白说完 一股强横的气魄充斥在所有人的心神上 强烈的压力使得木白身前几个小喽啰膝盖慢慢被压向地面 啊 我的身体好像 不能跪下 可惜他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抵倒木白这样程度的气魄 随着冷汗滴落在地面 随着咚咚几声 全部跪在木白身前大口地喘住气 几人的眼底里竟是恐惧的神色 连看都不敢看向木白 灰溜溜地走到一旁 见到这一幕 就算是四季顶点的韩笑也失言了 不得不承认的是 即使是他也在这样的气魄下也微微失神了 身体不由自主地僵硬了 这在顶级战斗中就是个死字 霸王色霸气 你是什么门路的 韩笑肥大的脸有些阴晴不定 好了 你们有什么矛盾自己之后解决 木白跟我进来办理入学手续 把梁主任皱眉地将所有人驱散 带着木白进入了校门口 当进入校门口的那一秒 木白笑了 一个熟悉的提示音说 主线任务完成 成功加入中午大学 奖励随机一颗自然吸恶魔果实 是否抽取 随机的骂 抽 叮咚 恭喜您获得自然吸恶魔果实 响美果实 没想到自己在踏入五大的一刻 成功得到另一颗恶魔果实 还是原著中名声赫赫的自然吸响美果实 果然跟著主线走 好处大大的有 这样自己就拥有了双果实能力 自然吸响美果实 超人吸阵阵果实 跟著梁主任领到了自己的特级卡 卡上还有一千点 你不好奇 我为什么不管你和韩笑的矛盾吗 办公室中指导木白填写入学单子的梁主任笑着说 强者拥有解释一切的话语权 至少在这样的时代下 武大要培养出来的是强者 是猛虎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拿着刚笔填写单子的木白边说着 边写住 有趣的解读 你不怕这个韩笑组织高学年一起对付你吗 对付我 那可太好了 找又收拾他们我还嫌麻烦 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怪我了 填写完最后一项 梁主任还有别的事情也就没有跟木白多聊 跟他讲解了一下特级卡的使用 还有木白的住宿地方后就匆匆的离去了 依照梁主任之前的指示 木白找到了自己的宿舍 说是宿舍 但准确的来说是一栋独栋别墅 靠着一座人工湖边 这就是作为特级待遇的基础 在寸土寸金的太平市拥有顶级学府中的独栋别墅 每个条件相加都不是普通人敢想的 走到纯木制的大门前 木白用特级卡刷了一下 大门自动打开 一进入 一楼大厅挑高至少6米 华丽的水晶锤钻吊灯 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地板 明亮如镜子的瓷砖 好一副富贵之家的景象 但此刻的木白却没有太多心思观察这些 他关上大门 坐在木色的真皮沙发上 在心中默念 开启果实位置 叮咚 果实位置开启成功 宿主可以无任何弊端地吸收第二颗恶魔果实 取出响雷果实 一颗青蓝色外皮 螺旋状花纹的果实出现在木白手中 木白大口地吃下 没有任何意外 木白感觉心中涌现出一股热流 在这种奇异的感觉下 木白身上闪动电流 身影瞬间消失 眨眼间就来到了二楼卧室 这正是利用响雷果实释放的电场 化身电流在电场中进行移动 并且无视障碍物 这种远超T的移动速度堪称神迹 烦请订阅支持风于阿谷说频道更新 顺身 伴随着雷电的轻微响动 木白以超越肉肉眼的速度进行瞬间移动 就算是在自然系中 这也是少量果实才能达到的速度 树外 木白运转雷电的力量 右手变化为虚拟的雷电 木白身上闪烁的电光霹雳啪啦的作响 对准弧面 张开雷电右手 强大的电流从木白的手中发射出去 蓝色的电光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三千万伏特 雷兽 雷光大作 霹雳啪啦的电流从木白身上发出 彭扶能摧毁一气的强大电流 从木白的上半身挣脱出来 电光火石之间化为由雷电组成的野兽 在木白的控制下雷兽张开争鸣的大嘴 胸利的雷光兽爪 向弧面扑去 顿时 弧面传来一声炸响 即使木白有意压制威力 但强大的电流仍付出在弧面 久久没有消散 翻涌的弧面上飘浮起一天天 泛住白肚子的淡水鱼 木白这属于明目张胆的电鱼了 原著中的爱尼鲁其实不弱 果实开发的也比较全面 不管是近战 防御 还是远程攻击 招式也是多种多样 三千万伏特雷鸟 六千万伏特雷龙 两亿伏特雷神 还有结合极强的剑文色 开发而出的星网 结合响雷果实的能力 果实拥有者可以吸收电波 从而增强星网的能力和范围 范围大到爱尼鲁在空岛 也可以利用星网 听到别人对自己说坏话 也能感知到并随意地召唤雷电 从天而降制裁对方 刚服用响雷果实的木白 经过刚才的实验 也大致明白自己可以做到哪一步了 在果实没有开发下 自己最多可以使用出 六千万伏特雷龙 至于星网呢 站在院子里的木白闭上眼睛 微风吹动落叶的声音 湖水正在流动 归于平静的声音 夜音的啼叫声 还是差一点 也许自己的剑文色更进一步 就可以做到爱尼鲁那样的星网 闭上眼睛的木白 眼前一片漆黑 但在剑文色下 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 星链一动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被天空中击落的闪电劈重 发出霹雳啪啦的脆响 冒出焦黑色 将意识转到湖面上 天空中连续击落雷电 每一发都精准的命中 在湖面上翻住肚皮的死鱼 死鱼 鞭尸啊 吃鱼的时候 助你与刺卡嗓子 睁开双眼 木白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想来果实是自然系果实中 最有潜力的了 利用好它 就可以化身雷电真正的主宰 这就是媲美真正果实的 另一个顶级果实 让凡人化为雷神 明天可以去训练室进行修炼 继续挖掘果实的开发与应用 纯白色的异度空间中 眼眸漆黑的少年 周身雷电大作 霹雳啪啦的声响中 一条由纯雷电构成的雷龙 从少年手中挤齿而出 后 如同拥有生命一般 雷龙发出响亮的吼声 这正是木白十几天来的成果 完美地掌控了响雷果实 六千万伏特雷龙 结合雷鸟的速度 与雷兽的力量 这就是雷龙 眨眼之间 雷龙盘旋于天际 在木白的操控下正中靶心 恐怖的电流瞬间将标靶化为黑炭 剩余的电流四处乱窜 聚 在木白的低喝中 剩余的电流重新流入木白的手中 凶猛狂暴的雷电 在木白手中如同看家犬一样乖巧 在这一刻 他就是雷霆的君王 所有雷电的主宰 电辽运转雷电 木白身上流转出阵阵电流 原住中的爱尼路 可以靠着电辽这一招 做到用电流电击自己的心脏 让昏迷的自己重新苏醒 但木白有了新的发现 使用电流电击自己的肌肉 可以让面板上的体质点增加 叮咚 宿主受到电流伤害 体质加0.01 叮咚 加0.01 叮咚 提示宿主 今日身体到达极限 再次电击没有效果 今日体质增加加一点 每天电击自己半小时 体质增加一点 这可是稳赚的 离开训练时 回到自己的独栋别墅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这么多天 明天就是开学的日子了 木白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期待 希望你们别太弱了 也有点心气 我可是要靠住你们刷任务 清晨 旭日东升 紫济东来 开学的日子到了 五大的校园内顿时热闹了起来 全国各地的高一新生到来 再加上大二大三返回校园 高一新生走进校园 顿时被这顶级学府的配置所震慑住 嘖嘖称奇 五大 三年啊 你知道我三年来是怎么度过的吗 801分的我就是幸运儿啊 差点上不了五大了 这里将是我的新旅程 副校长办公室里 隐万头痛的看向外面 方正的国字脸不怒自威 一身白色西服显得格外亮眼 校长最近是怎么了 老师整这么一出 新生典礼直接取消 把他们扔进一次元空间中 作为对面站住三位老师 一个是接近三米赤裸着上身的壮汉 中间坐着的是戴着眼镜面容清秀的大男孩 还有一位斜靠在窗边身材苗条的美女看向屋外 让他们早点适应顶级学府的生活也好 他们有的是自己学校的最强者 但在五大他们可能排不上名字 这种心理落差是他们理应具备的高大的壮汉声音温柔 与他的外表可以说十分不符了 比起壮汉的温柔发言 坐着的如同林家大男孩的老师 推了推眼镜 笑着说五大都什么样子了 废物的话承受不了压力就赶紧走吧 听说梁主任办了一件好事 把月千筹和穆白整过来了副校长尹万叹了一口气 希望这两个小家伙能够表现得让人眼前一亮吧 五大不能再等了靠在窗边的女老师微笑着看向新生那里 当扫过所有人后 有几个学生心有所感看向了这里 但他知道只有两个学生精准地发现了自己 穆白月千筹骂操场上 卢俊奇怪地看向刚刚还在闲聊 突然转头望住教学大楼的穆白 穆神怎么了 回过头 穆白摇了摇头 刚刚他看到了一个女人用剑纹色扫向新生这里 应该是学校的老师 卢俊你叫我穆白就行 恐怕整个五大基安室的就咱俩了 穆白也没想到卢俊会考上五大 这家伙还是有一定潜力的 哈哈 我叫习惯了穆神 我也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我还以为你去神都大学了呢 见纠正不了对方称呼 穆白也只是笑了笑 操场的主席台上副校长清了清嗓子 拿着麦克风说 大家肃静 我是五大副校长尹万 欢迎大家从天南海北加入中五大学 作为四大顶级学府之一 这里将有你们想要的一切 作为对你们的考核 今天将进行一个排名测试 底下的学生听后疑惑地说 卧槽你们谁听过还有什么排名考核的 没听说过啊 不是应该先进行新生接待一事吗 我朋友的大哥就在五大 他也没提到啊 可能是新出的政策吧 也不错 第一天就进行排名 看看谁才是天才中的天才 暴毙站在一旁的木白并不奇怪 能够看出来五大之前的风气不是这样的 但在这几年的窘境下 五大的风格也不得不改变 没有管下面的窃窃私语 副校长继续说道 我这里讲一下游戏的规则 只见副校长掏出一颗珠子 丢在不远处的空地上 一座青蓝色的扭曲通道就出现了 这是一次元空间的一种 秘境珠子游戏规则很简单 当你们进入这个秘境的时候 会自动在手腕处凝聚技术手表 可以放开手脚 当身体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 你们会被自动传送出来 并且在里面受的伤也会消失 秘境排名持续时间为一个小时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中 保护罩会从周围向中心处收缩 如果你出了保护罩 那就会被淘汰木白嘴角抽搐 这规则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就是一届版的大逃杀吃鸡吗 到底是顶级学府 真会玩 主席台上的副校长敲了敲麦克风 好了 你们现在进去吧 注意了 你们在里面的排名将会获得不同数量的积分 而积分就是你们在五大生存的必要东西 下面的学生热血沸腾 一波波有秩序地进入秘境当中 木白停下了脚步 人群中一个凌厉的眼神看向他 穿过人群 长发的男生走到木白面前 木白 月千仇 听到对方叫到自己的名字 两人都笑了 双王会面 看一看谁才是真王 哪一个又是假王吧 他入秘境通道 在天旋地转之间 木白稳住了身形 打眼扫去 身边是残垣断壁 看来这个世界在还没毁灭之前 是和人类文明一样的智慧种族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阴暗的味道 乌云密布 庞扶随时都会有暴雨倾盆 手腕处一个虚拟光影的技术器被戴在上面 真是神奇 秘境不愧是 异次元空间里最珍贵的一类会议室中 十几位中午老师看住大荧幕 大荧幕上是以第三视角观看秘境的 坐在最前排的校长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垂下来的白色胡须显得先锋道骨 一身黑色的休闲衣整得很潮流 鹤发童颜说的就是这种人 白发 白须 白眉 正是八级地坐强者 段子牙 今年有哪些新生实力不错 把他们的第三视野放在荧幕上面 听到校长发话 副校长手里按压珠子 几个主要的荧幕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他就是木白吗 听到校长的询问 后排的梁主任说 没错 他就是木白秘境中 木白看向穿过一座座残骸的保护罩 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在外围圈子 猎人和猎物 可别让我失望了 顺身 伴随着电流短暂的响动 木白发动身影在虚空中化为电光 急速前进 在不远处的废弃二楼小楼中 全部来自民省本地的二十多个人聚集在了一起 望着外面阴森压抑的天空 几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这次一千多名身手了得的学生汇聚一起 大家作为民省的本地人 我们更需要团结 用群体的力量获得更高的积分 听到有人领头 其他的学生纷纷同意 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团体围剿单一的学生的确是很轻松的 你说的没错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专挑落单的下手 不错的想法 我也同意一道沉稳的声音从楼顶传来 底下的学生互相对望了一眼 谁也没有感知到楼顶上有人 要知道作为在高考中杀出重围的他们 不管是剑文色霸气 武装色霸气 还是海军六世都远超普通同学 但即使这样 他们居然也没有察觉楼顶上有人 藏头鼠辈 看小爷给你点颜色 动物变身 像形态 面容敦厚的学生抱和一声 化身接近四公尺高的人像形态 卷起鼻子砸向楼顶 其他同学看到这一幕 纷纷动用T和乐部逃离了这里 轰隆一声 原本就脆弱的二楼小楼轰然倒塌 化身为人像的学生 在烟雾中隐约看到一个人影 受累的瞳孔中流露出一丝残暴 我看到你了 看你往哪逃 聚鼻撞击 随着一声大象的鸣叫 粗壮的橡鼻卷住了那个神秘的身影 怎么感觉是故意被自己抓住的 不想那么多了 只要被我抓住 就别想逃了 撞击 撞 击 鼻子怎么动不了了 楼房倒塌的灰尘散去 身穿黑色运动服的俊朗少年 出现在他们的眼中 只见他和具象粗壮的鼻子相比 像树枝一样的手臂 风轻云淡地抓住了卷动的橡鼻 怎么可能 我怎么卷不动它 有眼尖的学生惊呼 我擦 是木白 那个全国高考拿到满分的家伙 单手拎着橡鼻 木白开始行动啊 只见木白嘴角微笑 转动脚步 一个过肩摔 向人形态的学生 背一股距离先飞到空中 开什么玩笑 到底谁是动物系能力者 拔动橡鼻 木白身上雷光闪烁 瞬间出现在高空 在人像惊恐的眼神中 蛋白色球罩被按压在自己的头上 难以言喻的距离直冲头颅 如同炮弹落地般 半空中的庞大身躯 被木白单手压向地面 伴随着一声巨响 人像形态的学生直接失去意识 双眼一番 在其他同学惊骇的目光中 地面在层层断裂 本来就已经是废墟的城市 这下连残垣断壁 也被地底的裂缝所吞没 地面发出枝嘎作响的声音 如同被打碎的镜子 强劲的气浪 将一些还没有站稳的同学 吹出去十几公尺远 放下抵挡在身前的双臂 一开始组织这些名省同学 团结在一起的高海浑身冷汗直流 开什么玩笑 他是怪物吗 一拳就将三级的动物系秒杀 振动的中心 站起身的木白收起了右手 被深深镶嵌在地面里的动物系能力者 身上散发绿光 随即他的身影便消失在秘境中 积分加一 看来是回到现实世界了 体力充沛的木白宁男 会议室中陷入了寂静 老师们看向木白的眼神中 都带着难以置信 这就是振振果实 后生可畏 我看这个木白在果实开发上有一手 与其说是振振果实成全了木白 不如说是这个木白最适合振振果实 我倒是好奇 他移动速度怎么这么快 看样子不是替校长眯住的眼睛 难得得这么开来 真是恐怖的小家伙 看来我要认真看看了 木白这个扬言为五大夺得联赛冠军的小家伙了 废墟上 木白张开双手 对众人发出邀请 是你们一起上 还是我一个个击溃你们高海擦掉额头的冷汗 毕声说 木白 不要太疯狂了 我们二十多个人打你一个人未必会输吧 还不如我们就当做谁也没见过谁 这样吧好吗 转过头看向高海 好啊顺身 电弓火石之间木白鬼魅般的身形消失不见 不好 高海感觉自己被木白盯住了 T 惊恐的他后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装大一把狼了 果实能力还没有来得及发动 一只无情的铁手按住自己的脑门 正是木白 高海的T在木白眼中太慢了 空阵随着木白的一声低喝 高海感觉自己的脑袋好像分架了一样 虚空中乍响层层裂痕 身躯化为流星一般 撞击在百公尺外的高楼上 积分加一又送走一个 刚刚发生的一切是瞬间发生的 实力低一些的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木白就击杀了高海 大家不要留后手 咱们一起上 木白的速度我们根本就逃不掉嘛 与其让他逐个击破 不如我们背水一战 有看出点门道的学生大声喊道 下定决心的众人 全部使用出恶魔果实能力 将木白包围住 这样才有意思 木白的眼中泛起癫狂的神色 顺身 雷电话的木白用众人难以企及的速度 双手凝聚白色球罩 随着两声之嘎声没反应过来的学生 被瞬间击打入地面 犀牛重装冲击 抓住这个时机 受化为凶猛犀牛的学生眼前一亮 木白露出了破绽 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背后的身影 早在木白的见纹色的感知中 刚要回身 一个瘦高的能力者抱住了木白 浇水强化 强力浇木白 在我的能力下 你就失去了反击能力 只见他浑身流出浇水 锁住了木白上半身的行动 在这样的强力粘连下 木白的上半身行动受到了限制 同时 脚下的泥土也在莫名的情况下变得柔软 一个秃头的学生从地面上钻了出来 头上还戴着泳镜 武装色覆盖的双手紧紧抓住了木白的双脚 不好意思啊木神 如同游泳的男子笑着说 超人系浇水果实 超人系游泳果 见到这一幕 抓住机会的心流速度提上了几分 如同火车撞击过来 配合的不错 木白俊朗的脸庞上没有一丝惊慌 反而夸赞地说住 但莫名的恐惧突然萦绕在两人的心身上 地面如同河流 木白直接武装色包覆腿部 脚底凝聚振动球罩 地面里的秃头男子头皮发麻 刚刚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自然知道这振振果实的威力 惊恐地收回手 向远处游去 后背的胶水人感觉怀中一空 赫然是元素化的木白挣脱了他的能力 反手围攻 掐住他的脖梗扔向高空 木白右臂弯曲 振动球罩一拳砸向天空 正在做自由落体的胶水人 被木白振一拳砸得结实 直嘎 拳头与胶水人接触的地方 一道道清晰的裂痕向四周蔓延 啊 剧烈的疼痛使得胶水人痛苦地嚎叫出来 在这样恐怖的振动下 大气被撕裂 天空中黑压的云层都被震散 前面刹车不住炸的犀牛大喊卧槽 刚刚可不是这样的情况 这俩货怎么一个跑了 一个就被轻松解决了 一起振动吧 木白一个剑步冲上前 犀牛脚和木白的拳头触碰在了一起 震耳欲聋的声响 让附近的一切生命短暂地失去了听力 直嘎 啊 不能就这样倒下 犀牛的身体器官被震动的一味 鲜血从眼睛 鼻孔 嘴巴流出 意识还在苦苦支撑 但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这样的震动压力 清脆的骨骼断裂声传入木白的耳中 双眼一白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在地上 头部被震动的压力扭曲成了麻花 运作剑纹色 木白清楚地感知到了那个游泳果实能力者的位置 往哪里逃顺身 化身电流的木白在瞬间就来到了对方的头顶 以为在地面里就安全吗 一起当千 巨大的纯白色球罩在手中凝聚 在木白无以匹敌的气势下 狠狠地轰击在地面上 在短暂的寂静后 地面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远处断裂 地面在木白的全力一卷下 彻底崩坏 如同被撕扯开来的拼图 高低起伏的地面层层叠叠 在恐怖的吱嘎声中奏响死亡的哀悼曲 人为制造的惊人大地震正在发生 惨败的高楼轰然倒塌 地面上的街道被裂痕撕扯成多段 有些学生在站立不稳中 掉进地面巨大的裂缝中 恐怖的气浪将碎石击飞到高空 即使木白收起震动能力 地面仍在发生持续性的地震 这就是木白将振振果实开发到70%以上的威能 人为的创造毁灭一切的天灾 在五大的会议室中 有的老师已经站了起来 他们难以想象一个学生会拥有这样的能力 随意的引起颠覆大地的自然灾害 这样的果实能力太伯格吧 木白的确拥有争夺全国联赛前三名的能力 人为的改变地质构造 引发持续性地震 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 但毋庸置疑的是 木白对果实的开发很完善 他已经要触及到果实更高一层的能力了 果实觉醒说到这里 即便是校长段子牙也是很惊奇 他见过无数的天才 但像木白这样 在大一就已经触及到果实觉醒奥秘的可就不多了 甚至说是独一无二 看来阵阵果实和他的像性很高 不然越是强大的果实 越是难以开发 段子牙没有回头 有些不满地说道 作为五大的老师 不要一惊一乍 要沉稳 不然以后怎么带学生站住的老师纷纷坐了下来 如灵家大男孩般的老师推了推眼镜 欣赏地说道 木白同学我很喜欢他的风格 这正是中午现在缺少的在地下50公尺处 游泳果实能力者的身体 已经被地面上传来的振动力量分成了三份 到离开秘境的时候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木神直接对自己开大了 感受到地底气息的消失 木白的技术器再次发动显示 积分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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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射了一圈 木白发现之前的学生都不见了 在刚刚的振动中全部掉落进了裂缝深处 秘境的东面 即使相距很远 越牵筹也能感觉到地面的振动 是木白那个家伙吗 看到越牵筹竟然在走神 手持长枪的短发男子一枪横扫过去 越牵筹不躲不闪 身体化为杀力 这样的物理攻击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他是越牵筹 沙漠上的皇帝 操控杀的力量 杀杀果实能力者 本来想和你再玩一会儿的 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前面好玩一点 短发男子不敢大意 武器付出武装色霸气向越牵筹穿刺过去 沙漠宝刀 越牵筹的手臂瞬间杀化 一道如同刀剑般的杀刃在高频振动下 锋利的切割向短发男子 清脆的响声过后 沙漠宝刀切开长枪 将短发男子的身躯贯穿 染血的沙子滴在地面上 积分加一 对付你这样的角色 我只需要一招长发披肩的越牵筹 眼神中不带有一丝感情 透明的保护罩还在收缩 有些手剑的学生用手碰触保护罩 直接就被传送回现实世界 当场淘汰 在击败名省的二十几人后 木白又陆陆续续地遇见了一些杂鱼 都顺手解决了 现在他的积分已经到达了152点 站在楼顶向远处观察的木白 心面移动 顺身 站在楼顶的木白消失在原地 一道灵力的斩机将楼顶削去了一半 双手插刀的木白看向地面 一个手握长刀的少年站在下面 令人触目心惊的是 他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疤痕 与他清秀的脸庞很不相符 能够轻易地躲过我的斩机 看来你不是普通的学生 我要多费点功夫了低沉阴郁的声音传来 打了个响指 木白有些惊讶地说 居然是个剑客 真是少见 的确 木白这一路上遇到的敌人 基本上都是能力者 或是精通体数的家伙 像是剑客还是第一次遇见 没有和木白废话 剑客少年握紧刀柄 一刀流 鬼跃 双脚发力 在惊人的弹跳力下 剑客少年冲上楼顶一刀斩向木白 刀背上犹如付诸厉鬼 向木白撕咬而去 坑 一把火焰花纹的长刀 与剑客少年的鬼刀碰撞 迸发出激烈的火花 退后几步的剑客少年轻冷地说道 好刀 你居然也是剑客 甩动火焰花纹的悬叶重火 木白笑着说 我只是恰好都会一些 木白这可是大实话 虽然他之前不怎么使用剑刀 但不代表他的剑刀水平就弱 我叫灵斩 你叫什么名字 剑客少年轻声问 木白听到木白的名字 剑客少年灵斩显然是一正 他自然知道木白是谁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 看来我要使出全部的实力了 没有句色 也没有迟疑 灵斩抽出腰间的另一把长刀 刀刃划过地面的带动一层须翼 双刀流 双蛇 两把锋利的长刀在灵斩的手中 犹如拥有生命的双蛇 划过虚空天际 双刀汇聚 携带恐怖的斩机攻向木白 这次木白没有闪躲 震动 斩机只见悬叶重火的刀尖上 覆盖着蛋白色的球罩 伴随着木白的斩机 球罩炸裂开来 在震动的力量下 脚下的房屋倒塌 直面震动力量的灵斩 压低身体避开了震动斩机 既然震动你躲过了 那这招雷鸣斩机呢 顺身 消失了 不对 对方正在进行高速移动 只不过自己没有办法利用剑纹色感知到而已 明白两人巨大差距的灵斩放弃攻击 朝自己的位置丢下烟雾弹 想要迷惑木白的视线 但这对于拥有超强剑纹色的木白来说形同虚设 霹里啪啦作响的雷电斩机波撕开烟雾 直接要命中灵斩 一刀流 迫使皱起眉头 灵斩停住身形 反手握刀 用类似防守的招式破解了木白的斩机 但他搞错重点了 斩机被破解 刀拨上附住的雷电之力化为了雷兽 凶猛地冲撞在灵斩的身上 在雷电的霹里啪啦的响动下 灵斩用剑撑住身体 全身散发着被烤娇的味道 狼狈不堪的灵斩 艰难地开口说道 你怎么会有两种能力 挥手震散烟雾 木白摇头说道 我可从没有说过我只有一种能力对准灵斩 木白低河道 六千万伏特 雷龙 雷光大作 密密麻麻的电流在木白手上凝聚 由雷电组成的雷龙瞬间击中灵斩 在一片白光中 巨大的雷霆轰鸣声淹没了灵斩的意识 当灵斩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外面的现实世界里 从操场上站了起来 身上的伤势也都消失不见了 但他并没有注意这些 我现在想的全都是木白最后的那句话 木白是双果能力者 会议室中关于木白的第三视野 被灵斩的烟雾弹所笼罩 所以众人只看见烟雾中雷光大作 木白就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保护罩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秘境中心靠拢 中心的广场上 长发男子坐在长椅上掰动手指 正是月千筹 在他周围全部都是鲜血 看来他在这里已经干掉很多人了 注意到不远处走来的身影 月千筹兴奋地说道 木白 我就知道你会过来 在五大的新生中 只要你可以和我一战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是四级沙沙果实能力者 你可别被我不小心干到了 居然是自然系沙沙果实 有趣 我是木白 三级阵阵果实能力者 看来我们要在这里分出个胜复了 右手凝聚白色球罩 顺身 雷光微闪 木白身影消失在原地 恐怖的震动击打在月千筹的位置 可被击中的月千筹还在微笑 在震动下变成一堆沙子 你的速度快得离谱十几公尺外 重新聚拢的散沙变成了月千筹的样子 在他的感叹后 木白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的水分 消失了大半 地表前河 石刃 沙漠宝刀 随着月千筹的一声低贺 在失去水分的土地上 石刀由沙子组成的锋利刀刃 从四面八方切割向木白 很强的果实掌控力 木白胜赞道 再次利用雷电瞬移 木白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没了目标的沙漠宝刀并没有消散 而是重新聚拢成了一副沙漠铠甲 精准地覆盖在月千筹身上 沙尘龙卷 在沙漠铠甲的增幅下 月千筹双手元素化 土黄色的微型沙龙卷在他的手中成形 月千筹将微型沙龙卷扔在场地的四周 顿时狂风大作 沙制化的土地喷出大量的黄沙 虽然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但木白没有给他机会 高空上 木白聚拢振动球罩一拳砸向地面 伴随着枝嘎作响的破裂声 已经快要成型的沙龙卷被轻易地打散 电光火石之间 月千筹元素化向四周散开 空中的木白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修长的双腿武装色覆盖 毫不不留情地踢向散开的沙体 一记闷响 武装色覆盖的手臂挡住了木白的攻击 正式解除元素化的月千筹 这个力道 感受到手臂处传来的惊人力道 他不敢大意 空闲的一只手伸向地面 沙化 地面凸刺 只见地面上聚拢一颗颗尖锐的沙刺 好像导弹般向木白身后射去 不讲武德 偷袭 不过这可对我没用啊 木白微微一笑 双手聚拢震动球罩 短暂的蓄力后 向左右敲击过去 枝嘎的断裂声覆盖了整片空间 射向木白的沙刺也在震动中 重新化为普通的沙子掉落回地面 为躲避震动 月千筹化为一缕细沙飘向地面 不用武装色击打在这个家伙身上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实际伤害 经过刚刚的交手 木白已经大概知道对方的程度了 武大这是要走精英集中了路线了 缩减人数 集中资源供给头部学生 看到面前众人吃惊的表情 雷无相大手一挥 46人不少了 今年你们是赶上时候了 实战学院你们这一届将是首批精英试验目标 好了 接下来就没我们什么事情了 你们跟我走吧 撇儿撇嘴 雷无相招手示意众人跟上 走出会场 经过武大的西大门 来到双子星大楼结构的教学大楼 这里就是武大的实战学院 在阳光的照射下 整座塔身一一生灰 卢骏眼角一跳 我擦 武大也太豪气了吧 这个双子塔是用一届金属打造的吧 木白走上前触摸双子星大楼的表面 手感顺滑 但即使是木白全力按压手掌 由一届金属打造的表面也安然无恙 连一个手印都留不下来 可男生速射的是一种金属 不过这里的金属成分更高 收回手 木白若有所思的说 没错 这座大型一次元空间 打造双卡的特殊一届金属 就是从那里被挖出来的 双手背过去的雷无相 语速平缓地说住 似乎想起了什么 对住木白笑着说 我没记错的话 木白你手中拿着的就是特级卡吧 持有特级卡的话 可以无条件进入那两座高级一次元空间 招生办公室的梁主任跟我说过 一张黑色的卡片夹在木白的手中 其他人用羡慕的目光看向木白 雷无相一正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木白凭空拿出的特级卡 是一次元空间的物品吗 这个木白看来还隐藏了不少东西 不过这个变态的小家伙都身怀双果实能力了 再展示出来什么他都不会感到惊奇了 走进双子教学大楼 雷无相先带领他们来到了地下训练室 接近五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 纯白色的空间中 周边全部由特殊材质包裹 让木白毫不怀疑在战乱年代 这里就是个堡垒 集合 男女各站一排雷无相低声喝倒 四十六人整齐地排成两队 看出这些略显之嫩的脸庞 雷无相继续说 你们四十六人 从今天开始就是实战学院这一届的全部学生 距离月底的修罗塔试炼还有二十多天 你们要抓紧时间训练 不能丢了实战学院的脸 看到卢骏等人一脸茫然的表情 雷无相就知道 他们恐怕连修罗塔都不知道是什么 苏依依你是本地人 你说说什么是修罗塔 听到雷老师点到自己的名 苏依依大大方方地走到众人面前 青生说太平市的地下有一座特殊的異次元空间 名叫修罗塔 只有二十岁以下的人才能够进入 一共是五十层 这两年最佳成绩是一年前 本校的肖无敌创造的说到这里 苏依依饶有深意的看向木白 这个肖无敌就是现在的大二首席 五大每年都会让新生去挑战修罗塔 在修罗塔中会根据挑战的层数获得奖励 新生第一名就会是这一届的首席肖无敌 这个名字有点东西 姓肖的可都是狠人 敢取名无敌可以看出父母对他的期许 不过对方就是条龙 我木白也能给他打成虫 即使听到对方的光辉战绩 木白依旧风轻云淡 对苏依依点了点头 雷无香对同学们认真说 嗯 苏同学讲得不错 我再补充一点 去挑战修罗塔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排名 这对想参加全国联赛的学生尤为重要 去参加全国联赛需要地方上的指标 每个地方都不相同 你要达到一定成绩 才能有资格进军全国联赛需要多少层 站在最前面的木白有兴趣地询问道 别人问这个问题我会说三十层 但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越高越好 不过你小子确实是胆大包天 我从业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新生奏翻一群学长的雷无香 摸住下巴对木白调侃的说话 老师那你是小看木白了 昨天他对肖无敌下了战书 十天 哦 不应该是九天以后 在擂台上挑战他 不嫌是大的月千愁悠哉地说 听到这话 即便是雷无香也皱起了眉头 娘的 你打几个普通大二的就算了 去招惹肖无敌那个变态干什么 木白这是真的 邓为眼月千愁 木白平静地说 的确是我下的战书 估计对方此刻已经知道了 大二的首席应该不会拒绝 我这个新生的挑战吧 被邓为眼的月千愁 站得笔直 听到木白的话 月千愁黑黑地笑道 当然不会拒绝 但那家伙现在根本没时间出来 他一直在一次元空间战斗 一时半会可抽不出来时间 要我说他肖无敌就是心态被搞崩了 不然应该早就五级了 胡闹 月千愁你知道 肖无敌这个疯子还不阻止木白 真是有你的 听到这里 雷无相吹胡子瞪眼的 哈哈 老实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木白这个家伙 别看这个家伙平时安安静静的 战斗起来比肖无敌还像疯子 回忆起秘境中的战斗 月千愁现在还记忆犹新 双手隐隐作痛 肖无敌四级巅峰 同辈中几乎很难有能击败他的 木白你这个月得好好训练了 我听之前听大二的老师说 肖无敌下个月中旬回校既然木已成舟 知道自己阻止不了木白的雷老师 认真地说 嗨 什么肖无敌 还不是被将不明打的心态爆炸 我都想收拾他 听到月千愁的喃喃自语 雷无相笑嘱说 就你能耐了 我听说你在秘境被木白好顿打 你是不是都忘了 背对了一句的月千愁顿时没了脾气 雷无相神情严肃 环视这些实战学院的新生 咧嘴笑道 美好的训练正式开始 中途可不准退出 你只要不是快死了 就得给我往死里练 第一项跑步 跑步有啥可恋的 听到卢俊的小声低语 雷老师轻声说 卢俊加跑二十圈 对了月千愁也加跑二十圈 卧槽 老师我没说话怎么还受罚了 月千愁举手抗议道 你现在不是在说话吗 哪有那么多问题算了 月千愁心想 估计就是绕着这片场地跑圈吧 二十圈也不算多吧 以自己四级击出气的实力 跑几步估计就流流汗吧 木白你作为秘境试炼的第一名 你在前面领跑 这个你给他们分发下去 说着 雷老师拿起四十六个纤细的手环 递给了木白 我就知道雷老师 不是让我们普通跑步 接过手环的木白笑着说 随后 身先士卒地戴上一个手环 感受了一下重量 怎么样木白 这玩意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吗 凑过来的卢俊有些好奇地说 但迎接他的是木白怜悯的眼神 带着这玩意 以卢俊的体质估计跑不了几圈 木白若无其事地将手环发下去 众人戴上手环的那一刻 身体好像在背着一座山一样 有几个体质弱的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调整了一下状态 才重新站了起来 我擦 这玩意怎么这么沉 卢俊觉得自己像是在游泳室里跑步一样 满是阻力 还没走两步就觉得要流汗了 看到木白像没事人一样 卢俊不由地暗暗则舌 不愧是我偶像 带着这个跟没事人一样 环顾众人戴上手环的一刻 表现得最轻松的是独眼青年 身体强壮 相对于木白更趋近于云衬的身材 他才显得更有爆发力 动物系能力者吧 木白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有一种野性 没记错的话 他是叫红远 和红远一样从容的 还有身为女生的苏依依了 他应该也是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 感觉众人调整完状态后 雷老师开心地说 大家还在等什么 每人跑四十圈就结束今天的修行 多跑可以 少跑可不行哦 不是吧 四十圈 呃 我走两步就 谁在窃窃私语 想加恋吗 雷无相呵斥 众人站成一队 最前面的木白站在跑道上 迈开步子 速度不快不慢 其他人跟在他的身后 脚步凌乱地跟住 第一圈 大家不紧不慢地跑了下来 除了木白外都汗流加倍 第二圈 第三圈 木白的速度慢慢地提了上去 脸上还是一点汗水都没有 但他身后的队伍 已经分成好几块了 紧跟在后面一百公尺处的是红远 苏依依 月千仇 再之后的就是贝洛半圈的第三梯队 卢俊 灵斩 带着卡通帽的风采 第四梯队就是其他的学生啊 这个木白的体质有点变态啊 雷无相抠着鼻孔有感而发地说 这个体质 你说是出入五级的动物系能力者 他雷无相多性 可以说木白在体质上玩爆这些同气的天才 奔跑中的木白 把身上的压力均匀地分布在身体的每一部分上 如果有懂的人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明白木白此刻的状态 这是要觉醒生命归还的前兆 对身体的绝对掌握能力 见到木白跑了过来 就要套最后一梯队的圈了 雷无相叫住了木白 木白你过来 被叫住的木白脚步轻快地跑了过来 怎么了雷老师仔细打量了一下木白 喀嘛的 连汗都没流 不知道的还以为木白来跑步休闲的 你的体质真是恐怖 我有点明白 你为什么敢挑战四级巅峰的肖无敌了 翘住二狼腿的雷老师 打量着木白缓缓地说 哈哈 雷老师其实我刚才在调整身体 要不再加几个手环吧 你还真跟我想到一块了 你想加几个 再加四个 再加四个 你确定吗木白 有点少吗老师 在同学们被一个手环压得受不了的时候 木白手带住五个手环 缓慢地跟上了最后一梯队 有人看到身后的木神 奇怪地说 呼 木神你这是要套我们圈了吗 木白扬了扬手中明晃晃的五个手环 差点没把刚才询问的同学吓得半死 卧槽 我带一个都快变成鬼了 木神你带五个怎么跑起来的 呼 有点差气了 大家加油跑哈 我先走一步了说完 在一众看住外星人般的目光中 木白的速度缓慢地提升了 不一会就把第三梯队甩在了身后 叮咚 经过有效的锻炼 体质加0.5高压训练还是有用的 擦掉额头的汗水 木白猛然猛然想到 今天好像还没迁到 差点忘了 叮咚 迁到成功 体质加1 剑刀加200熟练度 气魄加0.5 海军60加80熟练度 奔跑中的木白在心中默念 打开面板 姓名 木白 等级 三级 体质 84 武装色霸气 熟练 剑纹色霸气 熟练霸王色霸气 71 气魄 剑刀 6502 熟练 海军60 熟练 恶魔果实 阵阵果实 88% 响味果实 15% 装备 悬夜重火 凉快刀 黑色的神秘手套 霸王色霸气从60多点增加到了70出头 这几天 经过自己对一世界人身营养的吸收与巩固 再加上签到奖励 体质也高达84点了 距离100点的关卡更进了一步 果实开发上 阵阵果实也终于快要觉醒了 响味果实的开发也正在走上形成 只要在下一阶段 完成阵阵果实的觉醒 体质突破100点关卡 剑纹色提升一步开启新网 自己的实力将会突飞猛进 三级打五级也不是不可能 放空心神 木白越跑越快 感觉身后有风 灵斩和卢俊回头 果然是木白这家伙 再看他手上的五个手环 顿时就没话了 五个手环还能跑这么快 木白的体质居然这么强 崇拜强者的灵斩在心中 将木白定做自己要超越的人 呼目神 怎么跑这么快的 汗流加倍的卢俊好不狼狈 木白跑到了众人的前面 戴着卡通帽子的风采压低了茂言 听到卢俊的询问 木白转头说 卢俊你是诺诺果实能力者 你可以尝试使用糯糯果实的能力 比如利用糯米的弹性 延展性 减轻自己的身体负担 作为号称特殊超人系的糯果实 在开发上有很多的选择 即便不像是卡塔库利的果实觉醒 糯糯果实也是多功能的强力果实 对啊 听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 反正梅老师也没说 不可以用果实的能力 想着 卢俊伸展自己的双腿 使得他们糯米化 鞋底凝聚糯米 跑起来充满了弹性 虽然手环带来的压力还在 但跟刚才比轻松了不少 超过这三个人 前面就是苏依依 红远还有月千筹三人了 两位还不快跑嘛 后面的木白可追上来了 苏依依和红远都没有搭理月千筹 自顾自地跑住 见两人都不搭理自己 月千筹放慢速度 与木白并肩跑着 木白 你说动物系的是不是都很冷淡 这个月千筹就属于在不认识的人面前装高冷 稍微熟悉一点就自来熟的家伙 冷不冷淡我不知道 我倒是挺好奇你刚才说的肖无敌被江不明打败的事 没在意的月千筹回忆的说 去年也是差不多刚开学 因为异次元空间的一些事情 肖无敌对江不明发起挑战 你猜怎么住 拥有果实能力 还比江不明大一年级的肖无敌 被还没有获得果实能力的江不明打得落花流水说到这里 月千筹收起了完事不公 继续说 肖无敌并不弱 甚至可以说他能够媲美网界的最强者 可惜遇到了江不明的时代 被江不明打败以后 肖无敌没日没夜的前往一次元空间 想要提升实力 穆白兄 你也许是在这个时代唯一能制衡江不明的存在 制衡个屁 老子是得在全国联赛上击败他的 不然怎么完成主线任务 获得第三个果实位置 成为史无前例的三恶魔果实能力者 我会在全国联赛上打败江不明 终结他的不败神话 你要不要一起来没有调侃 没有戏谑 穆白庞扶在诉说这一个事实 停下奔跑脚步的月千筹 孝主说 别人我不相信 但你说的话我行七分 你想要邀请我进入全国联赛的团队赛 穆白也停下了脚步 他全身肌肉绷紧 一股热流从体内涌到四肢 负重跑步的疲劳感被扫空了大半 个人赛我会击败所有人 但团体赛我需要找好七名队友擦掉额头的汗水 穆白微笑着说 哈哈 你这个双果实的怪物 如果我不相信你能击败他 我还能信谁 不过想要有招募队友的权限 得成为大一首席才行 难道五大新生中有比我更强的人存在 听到穆白这句话 月千筹表示 亮仔与色 活动了一下全身筋骨 穆白对喘着气的月千筹说 还能不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 作为千年老二 你可得跟上我的速度 说完穆白就重新奔跑起来 速度越来越快 到最后轻松的超过了红远和苏依依 两人本来互相较劲 哪曾想穆白这个怪物 带着五个手环还能搁着冲刺 两人咬着牙 跟了上去 看到一起绝尘的穆白 月千筹表示自己躺平了 你隔着眼我是吧 给自己一耳光 鼓起劲重新跑了起来 场外 坐在摇椅上的雷乌相 耳朵动了一下 击败神都将不明骂 好志气 穆白这块朴玉认真雕琢 也许真的有机会 第37章雷霆与震动 双果实能力者穆白 双色霸气月千筹 胜过穆白一筹 体数上穆白高出对方一劫 周身元素化 汹涌的沙利从月千筹身上奔涌而出 每颗沙利紧固的组合在一起 眨眼间一直由沙利组成的巨大手掌 拍向穆白 五大会议室中 借助第三视角 看到这一幕的老师都拍手称赞 月千筹的果实开发也并不弱 沙子的多种运用也是攻守兼备 我还是更看好穆白 震动的能力在同等情况下 正好克制沙利的组成 这位老师你想太多了 没有谁能克制谁 恶魔果实这东西强不强 都看你怎么运用它 不用吵了 月千筹开始行动了 看看穆白会怎么应对 望着遮天蔽日的沙漠巨手拍向自己 穆白不躲不闪 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在座的老师都很疑惑 穆白是要使用铁块 只是在这种凶猛的攻势下 铁块根本抵挡不住啊 对准穆白压下手掌的月千筹 也是紧皱眉头 他可不会以为这是穆白放弃了抵抗 刚刚短暂的交手 已经让他领悟到了对方的部分 来不及多想 剧长压下 穆白被轻易地拍击到地面 不对 沙沙果实能力者的月千筹 自然能够看到 对方化为了一抹雷电 躲过了自己的攻击 那是自然系独有的元素化 漆黑的天空中 一条粗壮的雷电划破乌云 轰击在沙子组成的巨手上 在一片白昼中 如同展现出他的无上神威 在霹雳啪啦的声响中 看似牢不可破的沙子被轰散 身体化为流体雷电的木白 从半空中落下 这 不可能 震惊地月千筹双眼失神 张大了嘴巴 这打破了他十多年来的常识 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两种果实能力 只见面前的木白左手展开 虚握住恐怖的雷霆闪电 右手拳头上覆盖着白色震动球照 短发在气流中向上飞舞 露出他俊朗的面孔 被雷电照亮的身躯上 蓝色的电流正在流动 右手震动 左手雷霆 这一刻的木白宛若神明 五大会议室中 所有的老师都和月千筹一样的神情 木白居然是双果实能力者 顿时 会议室像炸开了锅 坐在最前排的校长 段子牙第一次神情严肃 望着荧幕上的木白的脸庞 脑海中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个人 居然是双果实能力者 校长的喃喃自语 既有震惊也有欣喜 坐在一旁的影腕也是情难自禁 因为激动而长红着脸 校长自然知道影腕为何如此激动 战场上才从震惊中缓过神的月千筹 哈哈大笑 哈哈 真是打破常识 木白 你太有意思了 居然能够身兼双果实能力 你另一个能力是自然系的 面对对方的询问 木白笑着说道 自然系能力 响雷果实 响雷果实 月千筹的确没有听说过 世界上恶魔果实种类不计其数 但最为稀少的自然系所占的比例并不多 响雷果实刚好没有在这个世界出现过 这颗果实的名字以后会让所有人知道 在我木白手中 它就是最强的自然系能力 身上雷光大作 密密麻麻的电流从木白的手臂处挣扎出来 猙獰的雷电龙头吼叫住从中喷涌而出 六千万伏特 雷龙 天地在这一刻被强大的雷电闪光照亮 猙獰的雷龙冲破地面 咬向月千筹 感受到对方恐怖的雷电威能 月千筹不敢大意 沙漠壁垒 流动的沙丘化为屏障 保护在月千筹身前 一层层的沙力叠加 足足有十八层 眨眼间雷龙撞击在屏障上 超高的电流噼里啪啦的响动 吼叫的雷龙瞬间穿过这些沙力屏障 直倒黄龙 眼看就要被命中 月千筹咬牙怒吼道 沙国 沙海巨人 沙力以一种诡异的流动方式 附注在月千筹身上 海量的武装色覆盖在巨人的双臂上 十几公尺高的沙海巨人架起双臂硬汗雷龙 砰 两者碰撞所激发的庞大气浪 席卷整个中心广场 扛住了马 沙海巨人全身遍布黑色的胶烟 被保护在里面的月千筹也是狼狈不堪 密集的电流使得他的长发都竖了起来 脸上也是白一块灰一块 不过自己还是顶住了 这样的攻击就算是木白 短时间内也无法再发动吧 雷电顺身 化为电流的木白瞬间来到沙海巨人的头部 扭转腰身 握紧拳头覆盖振动球罩砸了下去 沙海巨人的行动很迅速 一拳轰向半空的木白 武装色的庞大铁拳与木白的振动球罩碰撞在一起 以两人为中心 所有的建筑都在塌陷 连天空的乌云也完全消散 木白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以你三级的肉身硬抗我的攻击 你会死得很惨 低沉的声音从沙海巨人口中发出 听到对方的话语 木白散然一笑 振动最大轮 意气当千 纯白色的球罩覆盖在蛋白色球罩上 一股更恐怖的振动威能从木白的手中发出 沙海巨人的武装色手臂发生了裂痕 这样的振动怎么可能人为的发出 这样的振动之力 即使是月千仇第一次见识他也知道 发动这样的振动能力对自身的体质要求极高 没有超强的体质 是注定无法发挥振动的最大力量 透过沙子 看到与自己相识的木白表情轻松 月千仇怒骂道 你这个怪物 振动还在持续 整个破败的城市也在振动 在两人的拳头下 一条分割城市的裂缝不断扩大 振动引发的白色冲击波 肆无忌惮地贯穿了沙海巨人的身后 沙力正在解体 眼见对方就要撑不住了 木白有些遗憾地说道 明动一方的月千仇就这样的实力吗 知道对方在刺激自己 月千仇解体沙海巨人 急着满天黄沙的掩护 翻滚进木白的身前 手持武装色覆盖的沙毛 这样才对啊 战役十足的木白笑了 右手雷光大作 一把由雷电组成的长剑劈向对方 坑 噼里啪啦 两人的身影极快 同时拥有极高的剑纹色 在废墟中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电光伙食之间就已经交手数十次 你的剑术不错 有些气喘吁吁的月千仇 笑着说 你身手不错 就是体力差了点 手中雷电长剑消散 木白淡淡地说 哈哈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评价我 不过我的确远远不如你这个怪物的体力 木白 狼狈的月千仇用欣赏的眼光看住木白 与这样的强者对战才能提升自己的水平 原本以为木白是被媒体吹捧出来的 但没想到木白的实力这样恐怖 还是双果实能力者 也许在同辈中只有木白有资格超越那的家伙 战斗还没结束 月千仇 雷电在这一刻沸腾望 木白低喝道 八千万伏特 神法 面对此刻如同雷神将士的木白 月千仇嘴角泛起一丝苦笑 即便是心高气要如他 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今天要败了 贯穿天空的巨大雷电光柱从天而降 吞吞没了月千仇单薄的身躯 片刻后了雷光消散 月千仇的身影已经消失 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雷电炸裂的大地 收回身上霹雳啪啦作响的雷电 结束战局的木白感受到了空间的变动 刷的一声 他被传送回了现实世界 操场上的一千多名学生紧盯着秘境通道 他们不确定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一声闷响 月千仇跌落在地面上 虽然浑身下毫发无伤 但他感觉很累 秘境虽然能够保护肉体上的伤害 但无法恢复精神上的损耗 这个怪物 五大的老师恐怕也知道 这家伙是双果实能力者吧 站起身拍掉身上的灰尘 月千仇眼睛望向教学大楼那里 他可是知道一些内幕的 其他的同学看到月千仇被传送了出来 都很吃惊 尤其是被他亲手送出来的同学 他们可是知道这家伙的恐怖实力 月大佬你这是赢了 不对啊 赢了的话秘境就会关闭的 除非还有人在里面开什么玩笑 咱们这一届还有能给击败月千仇的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一个木白了 那个同样高考满分的木白也来中午大学了 你说呢 我就是被木白亲手送出来的摘掉游泳眼镜 正是先前围攻木白的游泳果实能力者 看到众人争吵 月千仇无所谓的说道 里面的确只有一个人 我和木白的对决中是我输了名声本地的 深知他实力恐怖的学生不敢相信 要知道月千仇可是四级啊 是不掺任何水分的四级 曾经单挑了整个高中学年的男人 在这些人之前的认知里 就算神度的江不明出手也未必能击败他吧 结果今天 这个不可一世的天骄居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没有任何掩饰 看到几个熟悉的脸孔有些落寞 月千仇立声说 世人就会失败 相比死要面子 大方的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在失败后就自暴自弃 人要不断地超越自己 被人夺走的胜利就要亲手拿回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拜 听到月千仇的发言 和他关系挺进的本地学生眼角泛起泪光 是啊 失败的话就要自己拿回胜利 月老大 神特么末期少年拜 也太中二了 其他的学生看到这群人都离远了一点 没想到外界谣传的冷面公子月千仇 居然能说出这么中二度报表的话 说得好秘境通道关闭 一个云沉的俊朗青年走了出来 正是被传送出来的木白 叮咚 不可逾越的高山任务完成 振振果实开发加百分之一进度 月千仇 叮咚 任务完成 振振果实能力加百分之一进度 灵斩 看来这两个人斗志高昂 即使被自己击败也没有放弃挑战自己的决心 是可造之才 扎起自己的长发 月千仇若有所思地说道 木白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这次试炼的所有画面 五大的校方人员都能看见 这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不过双果实也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把摊开双手 木白无所谓地说 看到木白的表情 月千仇认真的说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你这样的特殊人物 五大的创建者 人类第一位八级地做强者 尹天正 尹天正 之前凤九哥说过这个人 他是双果能力者 周围的学生一脸猛逼 这两位大佬在说什么 主席台上 一个隐形的大门打开 副校长人万不知道怎么走了出来 熟知海贼王的木白 自然清楚那是什么果实能力 超人戏闷闷果实 尹万看了台下的木白一眼 随后公布成绩 秘境排名第一的是木白 全校新生共1050人 最先淘汰的300人积分扣除一点 第一名木白获得50积分 第二名月千仇获得40积分 D 在这里重点表扬木白 月千仇 林斩 苏依依 宏远 凤彩 李懿等人 在战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木白与月千仇的最后一战 也是令人眼前一亮 打出了五大的风骨 也打出了自己的实力 新生人群里传来阵阵的窃窃私语 之前还不知道木白是谁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能把自然系能力者月千仇收拾的人 嗨 今年我们这一届 肯定是木白独领风骚了 木神这样的天才都来五大了 看来我没选择错学校 木白就离谱 秘境里我还没看清他身影 我就被一拳打进了地面 木神 我恨你 虽然木白对身为女生的我也没有留守 但是他好帅啊 我要给他生猴子 我是被月千仇一把沙子送走的 我是真想看看能击败名省天娇的木白 到底是什么伸手听到下面的讨论声 尹万继续说 前一百名将会获得更高的权限 物资分配也将更丰富 但是这不是一直的 下个月开始将进行新的考核 只有实力变强 你才能在五大如鱼得水 宣布众人解散 由生活教师指导每位学生的住宿问题 木白和月千仇同学留下 跟我来说完尹万头也不回地向教学大楼走去 后面的两人对视了一眼 跟了上去 人群中的卢俊激动得握紧双拳 就算是在四大顶级学府的五大中 木白也是能踩在所有人之上的存在 果然不愧是我卢俊的偶像 走进教学大楼的三人默不作声 高逗转转来到了副校长室的门口 五大的两位添娇 进来谈谈吧 尹万推开大门邀请两人进去 大三的教室中 韩孝殷勤不定地看向窗外 他已经知道了木白丽娅所有心声 击败月千仇夺得了秘境排名的第一名 韩老大 要不算了吧 那个木白确实有点变态 未来潜力 听到跟班小心翼翼的话语 韩孝咒没说道 你不明白 现在不是我要和木白过不去 是木白注定要对付我 多怪我那个蠢 算了不说了 与其让木白对付我 还不如我早早做好准备身后的小弟 搔中脑袋 不解地看向韩孝 双果实能力者木白 你的身体有没有发生过崩溃的迹象 副校长尹万放下了抽到一半的烟 皱紧眉头的说住 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月千仇在与副校长说了几句话后 就被赶了出去 坐在沙发上的木白 认真的说 没有服用两颗恶魔果实 会让身体承受不住 从而暴体而亡 看来有人曾经试验过 你不打算隐藏双果实能力 副校长低沉的嗓音中 充满压迫力 那是高等级对低等级的压制 但木白却是面部改色 不愧是霸王色霸气的拥有者 天生的王者 尹万在心中暗暗点头 不需要 这个年代还伴猪吃老虎 就是真猛虎也得变成猪 想要登顶更高等级 对所有的挑战都无所畏惧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心态 听到木白不卑不亢的回答 尹万鼓起了掌 五大新生需要你这样的领导人物 才能强势回归四校榜首 有这样的心态就好 学校也不会掩盖你拥有双果实能力 你在五大最重要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战力 在学年末的全国联赛上 夺得最好的名次 外界的牛鬼蛇神都影响不到你 这是我作为七级能力者 对你的保证到底是顶级学府 校长是八级地做 副校长是七级天王 教师恐怕普遍都得是五到六级 听到副校长关切的话语 木白笑着说 多谢副校长的关心 作为五大的一分子 我一定会为五大争取所有的荣誉 哈哈说得好木白 学校对你 和对其他同学的期待不可同日而语 我相信你 你先去休息吧 明天就正式上课了 木白站起身 对尹万说了句再见 就推门离开了 坐在位置上的尹万收起了笑容 这个木白的霸王色 绝对不是最近开启的 能够抵御自己七级的气场 最起码也是得有终极的霸王色 这木白确实是可造之材 回到自己的独栋别墅 没想到门口还站着卢俊和月千仇 看见木白回来 月千仇说 木兄 看来我们是邻居啊 我的别墅就在你旁边 不过是谍拼别墅 赶不上你这个好拿出特级卡 在月千仇眼前晃了一下 卧槽 你是特级卡 我怎么比你第一个等级 月千仇忍不住抱粗口 自己好歹也是全国高考满分的人之一 怎么差距这么大 正常 你和我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木白没有把对赌的事情说出来 特级卡在整个五大也没几人能够获得 更别说心生了 思 没想到你木白还是个挺臭屁的家伙 转过头 木白对卢俊招了招手 卢俊你也过来了 木神 我过来看看你 嘻哈风打扮的卢俊笑着说 打开别墅的大门 木白把两个人请进了进去 一进独栋别墅的大厅 看住上面璀璨的吊灯 把月千仇羡慕毁了 暗暗发誓自己这学期一定整个特级卡 刚坐下 卢俊就收到同寝室传来的简讯 上面写着星生和达二的在宿舍对峙上了 还把星生给打了 让他晚点回来 看到卢俊脸上的一仰 木白轻声说 怎么了 缓过神的卢俊把手机上的简讯读了出来 五大还有老生欺负星生的习惯 喝了口水 木白看向翘住二郎腿的月千仇 直根直底 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闹矛盾了吧 挺有意思的 要不咱们去看看 走木白的回答很简单 一个字说走就走 星生宿舍中 一众星生愤怒地看向对面的二十多位大二学长 你们讲不讲道理 是你们先动手打人的 渣子 到星生宿舍来闹事 你们只为五大学生 就因为你们是高年级的 我们就得让着你们 凭什么 大二为首的黄发青年黑黑一笑 脚下踩着的力道更用力了 被踩在脚下的星生痛苦的身影 有看不下去的星生 怒吼地冲了上去 看奶奶的 老子打棒你们这些高学年败类 踢 几名星生一起发动踢 在走廊上攻向大二的学生 太粗浅的六试了 来看看真正的踢吧 一声冷笑 张狂的大二学生双臂五装色覆盖 双脚踏地 身形带着幻影 赫然是更高层次的踢 转瞬间随着几声惨叫 进攻过来的星生倒飞了出去 捂住肚子发出惨叫 烧起五装色 那的大二学生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前面的星生都在后退 刚才几个星生的惨状 令他们星生恐惧 一群垃圾 胆小如鼠 咦 小个子你要拿刀砍我吗 所有人都在退 一个看似瘦弱的身影 走到了最前面 比对面矮半个头的灵斩 死死盯着对方 剑客啊 那我把你的手筋挑断 你没有意见吧 面对对方轻狂的话语 灵斩毫不犹豫 手握刀柄 血跃般的双刀横空抽出 如厉鬼附住 拔刀树 血跃 灵斩反转手腕 一正一反握住两把血刀 电光火石之间 刀芒化为红色的丝线 包围了那的大二学生 后面的其他大二学生大笑地说 王爷你要是被一个星生解决了 你就退学吧 健壮的王爷低喝道 全身武装色覆盖 坑 坑 刀刃劈砍在钢铁上的声音传出 蹦见出黄色的火花 被黑色武装色覆盖的王爷 看到对方还在不间断地斩击 嘲笑地说道 无用的斩击会葬送你的 你的武装色全身覆盖 适当于充数地根据斩击 与武装色碰撞的声音 灵斩很轻易地就发现了对方的弱点 你什么意思 你的命门 我找到了脸色平静的灵斩 双手化为幻影 剧烈的斩击刮起刀刀狂风 挤刀过后 王爷捂住被击破的胸口连连后退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王爷不甘地说 是你的武装色太刺了 你这个小鬼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牛头人形态开启 随着王爷的大喊 剑状的身躯更加挺拔 一对牛角从他的头顶生长出来 灰色的肌肉从他的身上鼓起 梦 死吧 变身为牛头人的王爷 行动速度大增 很轻松地闪开了灵斩的劈砍 纸枪 牛体 来到灵斩身前的王爷大声吼叫道 不好 深知不妙的灵斩来不及闪避 架起双刀挡在胸前 一声巨响 坚硬的牛体连续发出纸枪攻击 双刀发出哀鸣 T 翻转身形 灵斩发动T踩在身旁的墙面上 堪堪躲过牛体指枪 这位王爷虽然实力没有达到四级 只处在三级巅峰 但人兽化的形态下战力飙升 速度力量多接近四级中期 刚躲过对方的攻击 身后就有一股恶风袭来 正是低下腰身的王爷 只见他双提合在一起 牛头人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暴虐 哪里躲 双手合提 蛮牛冲击 不好意思 你要退场了 双脚死死地踩在地面上 牛头人的眼神充满嗜血的冲动 铁块 身体在空中的灵斩来不及闪避 只能被动地施展铁块 准备硬抗下来 炮弹般的牛体攻击击打在灵斩的腹部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接下来了吗 并没有 被击飞的灵斩快速稳住身形 嘴角流出一缕血液 他的身躯在不受控制的颤抖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力量下 如果他没有使用铁块的话 非死即惨 不远处的大一新生看到这一切 有几个人冲了上来 走廊另一头的黄发 用眼神示意身边的人 T 一名带着耳坠的大二学长出现在新生众人面前 将他们轻松拦打了下来 这两人的对战 你们可不许插手哦 被拦住的新生们一起冲了上去 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 就不信了这么多人还收拾不了一个人 既然你们不听话 那就来把武装色强化 连续纸枪眼看新生冲了上来 他拨动了一下耳坠 随后双手交叉 武装色覆盖 威力强大的纸枪将众人逼退 眼中一抹星红闪过 双体合在一起 王爷准备再次使用蛮牛冲击 你可以第二次使用铁块抵挡 这次我可是会使用全力的 捂住腹部的灵斩冷汗直流 依靠插在地面的双刀才站稳 他连铁块都用不出来了 不可能抵挡对方全力攻击 已经来不及拘救灵斩的众人 只能眼睁睁看住这一切 快阻止他 中了这一招非死即伤 快点躲开 过分了 什么都有个度吧 走廊镜头 围首的黄发淡淡的说 谁有实力谁就是度 老子比你们强 所以让你们干什么 就给我乖乖的干什么 灵斩闭上了双眼 脑海中全是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我要死了吗 我要认命吗 我不要 壮硕的身躯肌肉抖动 惊人的蛮力聚集在双体上 再见了王爷牵引上半身的全部肌肉 聚拢力到于手部 轰向灵斩的背部 空气中发出一声爆响 在这紧急时刻 灵斩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噼里啪啦声响 虚空中雷光闪动 一个人影挡在王爷身前 跌跌撞撞的灵斩后退了几步 靠在墙边大口喘着气 看清来人后 灵斩说 谢谢开什么玩笑 王爷呆住了 身后的高二学长们也呆住了 一身黑衣的俊朗青年一手握了双体 凶猛狂暴的蛮牛冲撞变成了笑话 没有掀起一丝波浪 被人单手就接住了 来人正是木白 看到这一幕的心声惊呼 是木白 是木白来了 木神肯定能收射这群败类 兄弟们团站稳了 尼玛 木白这一招太帅了 恐怖的冲击力从木白身上掠过去 没有泛起一丝连衣 木白 我怎么这么耳熟黄头发询问身边的人 其他人吓得默不作声 今年的最强心人将是一样的男子 若有所思地说 牛头人的庞大身躯微微颤抖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明白得很 此刻双体上传来的力道令他头皮发麻 这是你最强攻击吗 收起手 木白微笑地询问道 你 你是谁 王爷警戒地看住对方 心里也摸不住底了 元素化的月千仇 从开住的窗飘了进来 你的速度可真快 看到周围的气氛不太对 他随手抓来一个新生 向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前因后果的月千仇 有头看向拦住众人的耳坠青年 这也太欺负人了 欺负新人跑腿的话也就算了 居然要打断对方的腿 看来我得出手了 耳坠青年并不畏惧他月千仇的名字 冷冷地说 新生就要有新生的样子 月千仇你不要不识好歹 与我们作对前面的木白 听到这句话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五大新生 看来我要教训你们 这些大二的垃圾了 哥们的 你要是普通我是什么 王爷想要退场 但架不住身后黄发虎视 单单的眼神 只能硬住头皮上了 哼 刚才只不过是我的普通攻击 没想到你能接下 你快滚吧 我饶你一命 有头人庞大的身躯 挡住了木白的视野 普通一拳 既然如此 那我就还给你我的普通一拳吧 空阵雷电闪动 正是顺身 右手凝聚白色球罩 木白以王爷根本难以捕捉的速度出手了 单手按住牛头人的头颅 什么时候出手的 感受到头顶的触觉 王爷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头顶的无情铁手便将他按压在地面上 直嘎 王爷的头顶出现一道道虚空裂痕 从木白握紧的掌心处蔓延 随着力道的加大而加剧破裂 地面在震动 走廊的窗户全部应声破碎 强劲的乱气流吹了进来 将所有人吹得人羊马翻 宿舍大楼似乎在震动中岌岌可危 但除了窗户破裂 其他的地方完全就没事 这并不是木白留守了 而是这里建造的材料取自一次元空间 即便是六级强者在这里大打出手 武大的所有建筑也会完好无损 震动结束后 流头人王爷建树的身躯瘫软在地面上 蹊跷流血毫不凄惨 连我普通的一招都没有撑过去 看来武大的高年级都是一群吃白饭的废物啊 没有实力就要战往了挨打眼眸中乃是冰冷 但这些话却是木白微笑著说的 其他人也在这样的震动中缓过来神 二十几名大二学生一脸铁青 有的脸上也露出了惧怕之意 反观新生这边都在高呼木白的名字 他奶奶的 太解气了 木白永远的神 打他压的 不愧是新人王 这不比博人传然 这个震动能力也太夸张了吧 那个牛头人是接近四级的实力了吧 居然被秒了 切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没听到吗 那只是木神的普通公鸡 将是一样的怪人看向黄头发 木野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凉半呗 算你小子走运 但做人别太猖獗了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你得罪了我们 就是得罪了所有大二年级的学生 你可要想好了 木白 木野收起脸上的神色 强装镇定的说 当然了 像你这样的天才 我们还是尊重的 只要你向我们道歉 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我们就当没有看见 你继续做你的大一新人王 这样不是很好吗 听到这里 木白再也绷不住了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太令我大开眼界了 我总算明白 武大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木野疑惑地说 什么主意 木白周身响起 霹雳啪啦的雷电声 木白收起笑容 一字一句地说 原本只是想教育一下你们 但今天的话 我要把你们打个半死 恐怖的雷电 从木白身上滚动 霹雳啪啦的声响 令人头皮发麻 伸出右手 指向对方 六千万伏特 雷龙密密麻麻的雷电汇聚在一起 刺眼的光亮遮蔽住了众人的视线 一条由雷电组成的猙獰巨龙嘶吼住向前冲 作为目标的木野震惊了 他不是超人系的震动人吗 怎么还会掌控雷霆 兄弟们 啪吓 霹雳啪啦的电流声响 盖过了木野的呼喊 雷龙将士 恐怖的雷电贯穿整个走廊 眼看就要命中自己 木野拉过身旁的大二学生 挡在自己身前 啊 蓝色的雷光消散 走廊一头的大二学生 没有一个站住的 被雷龙击中的大部分人 都无力地倒在地上 浑身冒着黑烟 庞扶在烤肉架上走了一圈 推开身前的人 木野看了眼自己身上的电流 怒骂道 木白 看来你是无法无天了 敢公然袭击学长 你是在挑战学长的威严吗 威严 你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威严只有实力能够证明 而我木白 恰好就有 雷电顺身 元素化的木白消失在原地 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雷电 看到这一幕的木野暗骂一声 这个怪物果然会元素化 它这是双果石吗 不管了 今天要是被这新生收拾了 自己可就没脸去见同学了 武装色蓝角 行乐 攻起身子 右腿横空划过 白色的空刃从腿下发出 蓝角自己也会 拥有响雷果实后 还能玩出新花样 虚空中 木白一声低喝 蓝角 雷热雷电组成的长腿 在木野面前凝聚 与他的蓝角正好相撞在一起 明明有轻易解决我的力量 但现在与我硬碰硬 他在戏耍我吗 木野脸上青筋爆起 这种憋屈 他可是很久没感受到了 不过你敢跟我玩腿 恐怕是不知道我鬼腿的外号 木野武装色包裹全腿 蓝角行乐 最大轮踢技 电光火石之间 武装色包裹的腿 与雷电组成的腿 碰撞在一起 吱嘎吱嘎 头皮发麻的断裂声响起 那是腿骨断裂的声音 武装色覆盖的腿 就像纸糊的一样 被雷电组成的腿踢断了 被剧烈疼痛侵蚀的木野 抱住右小腿 半跪在地上 眼神中满是惊恐 这家伙的腿 是由钢铁打造的吗 雷光闪动 木白淡淡说 你有被雷电踢过吗 什么 木白携带着距离 和雷电的腿 正中了他的下巴 一口白牙被绷碎 落得满地都是 双眼上翻的木野 重重地跪在地上 失去了意识吗 那可不行 游戏还没结束 左手插兜 木白伸出右手食指 点在对方额头 伸出黑衣的木白 俯视着全身冒电的木野 清冷的声音 不带一点温度 放电蓝色的电流 在木野身上乱窜 噼里啪啦的声响 没有停止过 恢复一点意识的木野 强行睁开肿胀的眼睛 含糊的咒骂 你死顶了 看来你还没有醒啊 还得再治疗一下 放电又是一阵 噼里啪啦的声响过后 彻底失去意识的木野 倒在了地上 北家在中间的耳环男子 都猛了 大二里小有名气的 鬼腿木野这就败了 你再跟我过家家啊 月千丑捂住脸在那狂笑 随后他对耳环男子 指了指说 这位朋友 你要是不想变成 和你老大一个德行 就上去击败木白吧 哈哈当然你能做到的话 哼 到底是新生 鞠躬金木白 倒我傻子是吧 今天我这个老生 就给你们这些新生上一课 武装色手臂强化 铿锵有力的声音 传入众人的耳朵中 耳环男子抬起手臂 上去就给自己一拳 当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 这波自己打自己的操作 把众人整猛了 卧槽 这是什么操作 学废了 学废了 遇到强敌我就用这招 跃千丑眼中大放一彩 他开心地对木白说 这人奇才啊 木白你看看 你把这大二的都吓成什么样子了 嘴角微微抽动 木白很是无语 这都是什么人 奇葩太多了 木神 这些大二的怎么处理 听到有人发声 其他的新生才想到 木白把这些人打伤 不会自己受到处罚吧 木神 要不我们去找学校这边处理一下吧 毕竟我们只是自卫 是他们先挑逝的 对啊 木白是为了帮我们整个新生的 不能让他一个人被处罚 坐在窗边的月千丑手里玩着沙子 听到其他同学的话 悠悠地说 你们还是没有明白啊 木白不会受到惩罚 这些闹事的大二学生也不会受到处罚 学校是不会管这些琐事的 不然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你看校方过来管了吗 听到月千丑的话 有的人默默不语 有的人若有所思 靠在墙边的灵斩擦拭住自己的双刀 冷冷地说 顶级学府和之前我们口中的学校 是两个性质 这场争斗的关键是实力 谁更强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走廊另一头的木白 雷电顺身来到众人面前 月千丑和灵斩说的没错 想要不受欺负很简单 打抱他们就行 在五大实力就是一切 五大要培养的是能够在全国联赛打出成绩 在一次元空间斩杀一族的强者 在五大没有弱者的席位 想要得到尊重就去打出来俯身拉起 昏过去的耳环男子 放电木白嘴角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噼里啪啦 伴随着刺鼻的烤壶味 耳环都融化了 惊醒过来的他被木白卡住脖子 拉到窗边 你叫什么手掌微微用力 木白向对方询问 嗨 王玄海 把住木白的双手拼命地蹬住双腿 窒息的感觉让自己并不好受 王玄海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现在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可不可以 赶快松开自己就行 自己什么都答应 很简单 给我带句话就行 我要你去通知达尔的首席 我将会在十天后的擂台上挑战他 如果这句话没带到 我想你知道自己的下场 其他的新生听到这句话嘴巴都喝不聋了 开雪第一天直接放眼挑战上个年纪的最强者 木神也太狠了吧 无力地巴拉住木白如钢铁般的手 王玄海听到这个任务后 脸都绿了 不过知道自己今天要是不答应的话 下场恐怕会更惨 一定 完成任 不掐住他脖子的手松了下来 王玄海大口地喘着气 木白扫射了四周的新生 平静地说 把这些躺在地上的大二学生 从窗户扔下去听到木白的话 几个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 忍不住站直大声回答是 咳了咳嗓子 木白哭笑不得地说 我不是你们的长官 不需要回答 我是几个出生的新生搔住脑袋 很不好意思 刚刚木白的气势 让他们想起了训练的军官 那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气质 宿舍事件平息后 学校没有发任何通告 大家相安无事地度过了这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 一千多名新生集合在会场上 纷纷落座 在正式上课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分学院 五大以四大学院著称 分别是益次元征战学院 被简称为实战学院 死亡率最高 毕业以后可以选择进入军部 武器学院 专门负责打造兵器 走批量或精良的流派 毕业后不用经历社会上的风吹雨打 直接对接国家或者私营企业 堪称是铁饭碗 丹药学院以从益次元取得的药材进行加工 可以透过各种手段将药材的最大药效提纯出来 和平时代下是四大学院中最吃香的 益次元攻略学院 简称为战术学院 主要是负责研究不同的益次元 从而更好的攻占掠夺他们 虽然和实战学院有点像 但战术学院更讲的是数 主席台上 五大的校长段子牙第一次出场 白眉白絮白发 好像今日就要与话成仙一般 在他下面坐着四名老师 分别是每个学院的主要负责老师 各两男两女 神情严肃地看向台下的学生 思 这气势也太强了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加入武器学院 加入的话这辈子不愁了 切 真男人就得刚实战学院 我猜牧神还有月千筹 他们肯定会选实战派 废话 这一届五大铁定是木白领队全国联赛 肯定是实战学院新生里的苏一一和小凤彩 有点太好看了 女人有什么好看的 哪有瘦儿娘有趣 苏一一和凤彩是昨天秘境排名的前十 都是女生 所以木白倒是记忆深刻 回头望去 坐在后排的女生堆里 有个身影格外吸引眼球 身材高挑 肌肤胜血 双眼油四一尺泉水 顾盼之际自有一番清雅高华的气质 让人为之所舍 自残行贿 不敢亵渎 坐在后排的苏一一心有所感望向前排 见到是木白后浅浅地笑了一下 坐在木白身旁的卢骏 也顺着木白的眼光 看向苏一一 这妥妥的笑话级别啊 木神你看他朝这边笑啊 卢骏低声惊呼地说住 从精气神来看确实不简单 木白轻声说着 他的关注点可不在容貌上 而在对方的精气神上 在吞射响眉果实后 木白发现自己使用剑纹色后 观察物体更加的全面 观察人类时 会模糊地展现出一个人的精气神状态 转过头看向高台 木白没有刻意用剑纹色观察这些老师 但他们身上的精气神就像月亮一样 而坐在中间的校长则是太阳 不愧是八级强者恐怖如斯 苏一一右边的女生推了推他 指着坐在最前方的木白说 一一你看见没看见 刚才木白看向这里了 太帅了 听说昨天他在男生宿舍 一个人就挑翻了二十多名大二的学长 木白 苏一一若有所思 刚才对方的眼神没有一点其他的色彩 一要形容的话就像在观察一幅画 见到所有师生嘟气了以后 四位老师中带着眼镜的男老师走到麦克风前 我是实战派大一的负责老师 我叫雷无相义次元征战学院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实战派 主要任务以实战为主 旨在变得更强 在义次元空间中开疆阔土 所以也是四个学院最严格的说到这里 雷无相推了一下眼镜 微笑的继续说 昨天秘境考核前市民可以无条件加入 其他人的考核条件也很简单 木白 叫我干什么 在木白站起身 大声的说 一身黑马挂的五无相对木白笑着说 你愿意加入五大实战学院吗 想都没想 木白开口说道 我愿意加入想要进军全国联赛 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断地在血与火中淬炼自己的实战能力 其他三个学院没有条件做到 但实战学院可以 高台上的其他三名老师显然对木白的回答并不令人意外 双果实能力者 听说你还会百万中无一的霸王色霸气 是的 木白的回答很简洁 没有一丝回避的意味 搓着手 雷无相对住麦克风说 实战学院的考核很简单 在木白的霸王色下 能保持清醒的人都可以加入 要我动用霸王色吗 雷老师 你确定我要全力施展霸王色吗 在场的学生恐怕不会剩下几个人抱着手臂 木白苦笑地说 以自己目前的霸王色霸气 在场的心神不够坚定的会被瞬间震晕 如果持续释放的话 恐怕真没几个能站立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循序渐进的施展 那就更好了 我可以做到 木白斩钉截铁地说 听到木白这句话 台上的其他三位老师眼神一鸣 能够操控霸王色霸气的释放程度 这可不是初纪能做到的 除非木白的霸王色已经达到了终极水平 听到两人对话的心声 在下面怯怯思语 你听没听见雷无相老师刚才说什么 木白果然是双果实能力者 一个人可以吞噬两颗恶魔果实吗 你们专注于重点有点不对啊 木白要施展霸王色了 咱们可要稳住心神 别被瞬间震晕了 我擦 不至于吧 站在这里的都是天之骄子 又不是普通杂鱼 要是木白能振晕我 我当场吃奥利给 你说的哈 我可为你录影了 吊耳郎当月千愁的眼睛也眯了起来 对于霸王色他自然熟悉 霸王色这种东西即使觉醒了也很难提升 木白是怎么做到的 我现在释放 看向雷老师 木白说道 雷无相对住麦克风说 现在 所有新生全体起立会场中一千多个人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现在就可以 霸王色的威压作为老师的我 也好久都没有感受到了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木白伸出右手打了一声响指 以木白为中心 这个世界好像失去了色彩 惊人的威压席卷所有人 被波及的人只觉得好像有一座大山压在胸口 让自己喘不过来气 不远处的木白 彭扶是施展神机的神灵 无形的威压 持续不断地席卷大地 所有会场的桌椅都在微微响动 恐怖的气魄还在叠加 开什么玩笑 我的腿不听使唤了 啊 给我撑住 在不断增强的威压下 全场心声都矮了一劫 只有一身黑色休闲装的木白腰板挺直 他的双眼充满了骇人心魄的力量 这个怪物越牵筹吃惊地感受身上的威压不断增强 此刻就算是他也感受到了压力 我不行了 哗当一声 一个心声失去意识跌倒在地面上 其他人在这样的气魄冲刷下身躯颤抖 下意识地举起双臂挡在身前 但那好像并没有用 砰 砰 四处及了开关一样 倒地的声响接连不断 恐怖的威压仍在持续 随着木白第二个响指打响 气魄威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刻就算是雷无相几名老师都感觉到了压力 雷无相用手扶正了眼镜 精益的眼神看住木白 被威压快要压垮心神的心声 连说话也已经做不到了 双膝被死死地压在地面上 冷汗一滴滴地从额头上流下 苏伊等人也是眉头紧皱 双腿发麻 他们在用各自的力量去抗衡木白的气魄威压 好了 木白够了就在木白要打第三个响指的时候 雷无相阻折他 双眼的恐怖下足渐渐消散 木白放下了举起的右手 回过头 全场接近十分之九的心声昏迷了过去 剩下的一程也都是艰难的趴在地上 还能站立的也不过是五六十人 看到此情此景 木白伸展了一下身体 嘎枪作响 桌上传来一道厚重的声音 木白 你刚刚的霸王色用了几成的力 开口的赫然是校长段子牙 听到校长这位八级强者的询问 木白说 最后的一波用了八成的力 与顺住白色的胡须 段子牙拍手说 果然是少年俊杰 五大的未来就在你们的手中 时间是宝贵的 这些昏迷的学生也要醒过来了 校长话音刚落 所有昏迷的心声都亮腔地站了起来 随后慢慢地恢复了意识 这是什么手段 木白心头一惊 言出法随 不可能 这应该是异次元空间中的某种手段 又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恶魔果实能力 刚醒过来的心声都猛逼了 我刚才怎么就两眼一黑了 我也是 木神的霸王色接触到我的时候 我就直接躺了 太可怕了 你别说了 刚才你说晕了 就吃奥利给我可是有视频为证的 卧槽 你玩真的 我就随口一说 这就是百万钟才出一个的霸王色霸气 比烈酒还带劲啊 纠正一下啊 霸王色说是百万钟出一个 但其实整个下国觉醒霸王色的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凤毛灵脚拿起麦克风 雷无相一个个点名道 月千筹 灵斩 苏一一 红远 凤彩 卢俊 我点到名字 并且愿意加入实战学院的 可以跟我走 被点到名字的心声基本上都走了出来 扫尸一圈 雷无相点了点头 好了 一共是46人 你们就是实战学院的所有学生了 听到这话 下面的学生都惊了 月千筹也是一证 1050人只选46人进实战学院 这是要做什么 要知道上届的实战学院学生 足足有200多人 46人 木白倒是猜想到了什么 第46章献果实 萧无敌 星红的天空中没有太阳 被鲜血浸染的土地异常地潮湿 这里是血魔一次元空间 五大拥有两大高级次元空间 和数以百计的中型一次元空间 血魔空间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方世界中 源源不绝的血魔会从土壤中爬出来 无穷无尽 他们对血肉的渴望超越了一切 包括生死 第348拨了全身疤痕的精壮青年盘坐在地上 但他并没有接触到地面 仔细看过去就会发现 缠绕在他身下的是密密麻麻的百现 猙獰的血魔嘶吼地向他啃食过来 人数之多 放眼望去看不到镜头 五色线赤裸上身的青年一声低喝 双手交叉 十条丝线破空划过 切割骨骼血肉的声音充斥在这片空间 细小的丝线 瞬间将附近的所有血魔切割成了一段的 锋利程度已经达标了 剩下的就是影响程度了 如果成功的话 我萧无敌就会成为最年轻的果实觉醒者了 低沉的声音充满暴虐 说到果实觉醒时 满眼都是兴奋 全身疤痕的青年正是大二首席 萧无敌 在私线的操控下 他彭扶凌空虚度地站在空中 不满血丝的眼神说明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杀 杀 杀 用无尽的杀戮开发果实 这就是他萧无敌选择的道路 是啊 自从被将不明击败后 他怎么还睡得住 被夺走的荣誉就要亲手拿回来 自相残杀吧 没有意识的低级物种 寄生线 数十条线分散在空中 之后像流行语般散落进血魔的身上 萧无敌震动自己的大拇指和小拇指 在他的冷笑中 重新围上来的血魔失去了身体的控制 如同手中的傀儡被萧无敌掌控 在私线的操控下 被傀儡化的血魔将力爪刺进身边的同类体内 好一处被刺好戏 这就是超人系线线果实 利用丝线去操控 摧毁敌人 嗡嗡 是异世界流言识响了 普通的手机在这里根本没有讯号 想要在异世界和现实世界联系 唯一能使用的就是流言识了 看到流言识上的文字 肖无敌的杀意更深了 木白 开学第一天挑战我 有胆气 但我现在可没有时间收拾你 将不明等住我 得我果实觉醒后 一定会踩着你的身躯成为下国最强 激动之下 他握紧了双手 被丝线操控的血膜在爱好中化为了一滩血肉 同时 他的脚接触到了地面 血色的地面泛起一次白色的波浪 还差一点 就差一点 高二的器材势力 几名高二的学生围过来看住流言识上的文字 相视而笑 肖老大说了 他现在没有时间管那个木白 等他一个半月后出来再收拾那个大一新生 跪在地上的王玄海鼻青脸肿 娘的 这些人下手真狠 不过幸好肖无敌在一次园里 要是他在的话 整不好自己就直接住进了医院 好了 你就原话传给那个木白 让他做好被打跪下的准备吧 一个新生还敢这么狂妄 双果实又能怎么样 看肖老大到时候怎么收拾他 王玄海连连称事 低着头亮亮呛呛地走了出去 下午 他找到了在操场上和月千愁闲聊的木白 把那些人的原话说了一遍 好的 一个半月后 我随时恭候双手插头的木白淡淡地说 在这之后的几天 整个大二都知道了 木白要挑战大二首席肖无敌的事 估计是肖无敌那边的小弟宣传的 在整个学校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校方这边没有前涉 心生是狂啊 双果实了不起啊 敢挑战肖无敌那个疯子 我看他是活腻了 别说 虽然木白肯定打不过肖老大 但过几手应该还是能做到的 过啥过 四级巅峰打一个三级 想都不要想 这个木白不被打得哇哇叫 我都算他厉害 食堂里两个大二的学生正在热烈地讨论住 说得正欢的时候 一股凉意涌上心头 谁把我打得哇哇叫 感觉到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这位大二学生下意识地说 肖无敌背 大 呃 木 木白 回过头 看到是木白的脸 差点没把他吓得背过气 木同学 我嘴贱 我说我被打得落花流水 对 我说我呢 这样啊 吓得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你要挑战我一身黑色休闲装 身材挺拔的木白 面带惋惜地说 这可把大二学生吓得 什么老生的身份 尊严都抛下了 开什么玩笑 自己虽然是大二的 但根本就不是木白这样的大佬的对手 吹吹牛逼也就罢了 你要是真让他上 他当场秒跪 谁知道对方这么没骨气 本来想饭后活动活动的木白 也就失去了兴趣 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就走了 看到木白离去的身影 这名大二学生长出了一口气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死定了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 看到众人离自己远远的 霹里啪啦的声音越来越近 循着声音看向自己的肩膀头上 顿时头皮发麻 这 这是 啊 轰隆一声 肩膀上的雷球炸裂 密密麻麻的电流便挤住全身 吃痛的他 全身浇糊的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嘴见招收拾了吧 不过这个电击发型挺酷炫的 我擦 你这审美有点离谱啊 喜欢看热闹的学生围过来都暗暗扎舌 敢当面议论木白 是真的活腻歪了 走出食堂的木白 倒是没有在意别人的议论 嘴长在别人的脸上 想要说就说去呗 只要自己打败肖无敌 他们就会变一副嘴脸 胜利者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之举 失败者将被踩在脚下 所以 说 只有实力才是王道 握紧的拳头 雷电闪动 之后的日子里 就是被训练填满的时光 慢慢的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训练任务 都被木白他们一一克服 每个人的实力都突飞猛进 在每天的电疗训练中 木白的体质也终于接近了100点 雷无相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已经认同了这些学生 拥有天才的资质 再加上自身的努力 都是可造之才 岁月如梭 时光飞逝 一转眼就到了月底 坐上五大学校的专属课车 全体新生都必须参加这次活动 修罗塔一次元空间 爬塔高者为首席 搭乘上个世纪班的工程电梯 五大的一行人分批进入 能够容纳30多人的巨型电梯 缓缓下落 轰隆 轰隆 巨大的声响令人头皮发麻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正在向地下进发 修罗塔位于一座意外开采的地下洞窟当中 副校长引万此刻安抚众人 我看外面停满了课车 其他学校的也都来了吗 木白几人靠在电梯的一角 卢俊有疑惑地说 一身干练打扮的苏一一开口说道 很多人 修罗塔对年龄的限制在20以下 基本上全民省的大一新生 和部分大二学生都来了 经过接近一个月的训练 众人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木白发现身边的这些同学 都是深藏不漏 月千仇自然不用多说 众人里除了木白就是它最强 拥有能力为自然系的沙沙果实 这届高考以同样满分的成绩 考入五大 联雅美女素一一是鸟鸟果实 幻兽中火凤凰形态 能够施展名为紫风燕的火焰 很是恐怖 总是沉默寡言 戴着一丁卡通帽和厚重眼镜的少女风采 拥有的是堪称Bug同剧果实 只要被接触就会变成玩具 可以说是相当逆天的超人系能力 外表坚毅 右眼有道伤疤的红圆 是动物性猫猫果实 非暴形态 在体能和反应速度上都是极为突出 过了一会儿 工程电梯停了下来 众人走进地窟 眼前一亮 圆顶上是零次质比的水晶岩 质地光滑透明 可以把人造灯的光线反射到空间内的所有角落 空旷的地窟下六台工程电梯同时打开 众多学生走了进来 站在高处向下俯视 好像一群蚂蚁进入巢穴 在北方的岩壁上 一座青铜打造的巨型恶鬼高高耸立 在水晶岩的折射下 旁若活物 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一道红色的口子 那就是修罗塔的入口 恶鬼雕塑的胸膛上 是历史成绩前十的名字 武大的众人跟住副校长尹万来到靠近西边的营地 这里是他们武大的预留地方 其他的高校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随着电梯轰隆的声音上下响动 地窟的人越来越多 每到半小时武大的人就全部集齐了 一千零五十人 大二的都没有来 心声全部到场了 放空心神 木白试着用剑纹色赶至修罗塔的内部 片刻后 木白睁开了眼睛 这个修罗塔里面好像镇压着什么恶鬼 当木白的剑纹色触碰到他的时候 只感觉到一股森罗阴邪的气息 眼中雷霆闪动 也不知道自己的雷电对这些邪魔有没有用 你敢知道修罗塔上有什么了吗 高大的副校长尹万看到木白的表情 微笑着说 每个一次元空间的气息都不同 我在修罗塔上感受到了代表阴属性的力量 是吗 没想到你真的感知到东西了 尹万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 木白真的能感知出来 你说的没错 修罗塔里大多是阴属性生物 你能操控雷电说不定能克制它们 修罗塔里总共有50层 目前已知攀爬的最高层数是41层 你有没有信心打破这个记录 我更想看看50层的风景折射的灯光 打在木白脸上 他脸上没有切恐不安 有的是意气风发和神闻冷静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表现在一个19岁的大一学生身上 这让尹万微微失神 他的口气 看来自己还是老了 未来是属于这些年轻人的 很惊艳的回答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50层的最终奖励 希望你能够拿到在与工作人员对接后 隐外让所有老师组织自己的学生进入 实战学院这边则是木白领队 清点完人数后 这些年轻的脸孔排队进入修罗塔 当木白的手接触红色的漩涡时 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叮咚 发现宿主正在进入修罗塔 开启支线任务 制罢修罗塔 完成51层登顶任务后 将会有额外奖励51层 来不及多想 红色的漩涡将木白吸入进去 天旋地转之间 来到陌生空间的木白 发现自己眼前一片漆黑 但天空上有无数只星红的眼睛 像星辰一样布满了穹顶 星红的眼睛随着身体摆动 近千双眼睛形成了红色的波浪 智智的声响令人头皮发麻 什么妖魔鬼怪的 看我雷电法王收了你 见到此情此景 木白没有犹豫 雷电缠身 陈生鹤八千万伏特 神伐深化雷电的木白 利用自己的高强度电流 均匀地贯穿了整个天空 每一个雷电都准确地 命中一只怪物分散的电流 又重新聚拥 形成雷电光柱 在穹顶上爆炸 挤住雷电的光亮 木白看清楚了 头顶上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折服在远顶的是一只体型硕大的红色蝙蝠 星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木白 雷电降临穹顶 空中发出连片的凄厉惨叫 弥漫着焦虎味道 这一波 接近两百只血色蝙蝠被雷电击中 它们身体的残骸像雨地一样从天空中坠落 在雷电消失的一刻 剩余的几百只血色蝙蝠聚拢在一起 形成了一只超大型的蝙蝠 后 张开血盆大口 恐怖的声波从它口中发出 轰击向木白 修罗塔的每一层都不相同 所有人都是随机分配地方的 每完成一个任务 就会来到下一层 看来我这次是击杀任务 面对席卷而来的声波 木白信手拈来的使用元素化躲开 抬起头 看向黑夜中的蝙蝠集合体 在我面前 可没有你高高在上的资格 虚握手指 凝聚白色球罩 往上面的虚空抓取 震动 天翻地覆 给我下来吧 话音未落 虚空层层破碎 恐怖的震动扰动着所有的气流 在枝嘎作响的碎裂声中 四 之后 源源不绝的震动声传入它的耳中 双耳流出滚烫的血液 惊恐的巨型蝙蝠生物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 随着震动的气流被狠狠地甩向地面 在这样的震动威压下 地面也层层断裂 蝙蝠集合体的庞大身躯被碾压成了碎末 试炼者通过第一关 第二关开启不含任何感情的机器声传来 木白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崭新的传送门 怪物一层层增强吗 希望后面来点实力强劲的怪物吧 自己这次会尽情地释放震动与雷霆 血肉的香甜味又出现了 我还要更多的人皮 更多的脸 细长的身影好像竹竿 在暗淡的灯光下和鬼故事中描述的鬼怪一样 诡异恐怖 它没有头 胸口处长住三张截然不同的脸 它们在各说各的 但相同的是 它们都在用渴望的眼神看向小镇外面 那是灯光没有照到的地方 其一肉香就在那里 被规则约束 它没有办法过去 除非对方主动过来 快来快来吧 后面的怪物更恐怖 不如让我吃掉你 我们一起在这里永生 解脱自己的痛苦吧 快来 声音渐渐急促 猙獰的三张脸 在最后激动的同时 喊出来一句话 快过来 食物 沉稳的脚步声传来 从小镇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传来 竹竿怪物伸出枯瘦的掌臂 脸寒热泪的向那个人爬过去 这就是第二十层了 气氛有点不对啊 黑色休闲中的青年 打量着四周 嘴角含笑的说 的确 前十九层都是些杂鱼 带有英属性的怪物 而且都是没有高等智慧的 仅会使用野兽的本能攻击 木白基本上是一招一个 毫无乐趣可言 这里气氛营造得很到位 被微弱灯光包围的破败小镇 还有眼前的导游 为什么不害怕 在木白的身前 这个竹竿怪物站起了身体 语气疑惑地询问住 害怕 你这种虫子 我需要害怕吗 语气沉稳 尽在咫尺怪物 能够听到这个人类的心跳 他没有说谎 这是不可原谅的 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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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扯开自己的胸膛 从胸膛处张开血盆大嘴 三张脸发出神经质的喜悦 他要把眼前的食物一口吞掉 闲听信不得木白一个错身 躲开了对方的私咬 从他的背上取下来一个证件 学生证 中州大学王博原来如此 这个怪物是从前在这里身亡的大一学生 三张脸对应住他吞掉了两个人 死去的灵魂还在被怪物利用 我来解脱你吧 伸出食指 雷电响 三千万伏特 雷兽在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由雷电组成的雷兽一跃而出 撞击在竹竿怪物身上 高强度的电流在对方身上炸响 一股黑气慢慢消散 他的身体化为了粉末 鸭鸭醒来了 可爱的居民醒来了 清脆的歌声传遍整个小镇 这歌声似乎有着特殊的 蛊惑人心的能力 腐朽衰败的小镇 在这一刻彭扶活了过来 一栋栋居民屋 从阴暗的泥土中拔底而起 以门做嘴 以窗为眼 有趣 房子活过来了 也就是说 他们是小镇的居民 身体元素化的木白 一个雷电顺身来到小镇的高空 右手凝聚透明的球罩 做自由落体运动 从天空向地面砸去 连同这片土地一起破碎吧 天翻地覆 滑破长空 木白一拳砸在小镇的中心 四周的房屋怪物 见到自己安然无恙 拥有智慧的他们嘲讽的狂笑 这个人类在干什么 临死前的表演节目吗 不对 怎么大地在震动 只该以木白拳头为点 蜿蜒曲折的裂缝在地面蔓延 从地底深处传来了恐怖的震动 拟人画的房屋怪物 被剧烈的震动掀翻在地 大地再发出痛苦的哀鸣 大地被层层分裂 地表出现一道道裂缝 将房屋怪物的身影吞没 跌落裂缝中 房屋怪物黑色的身躯化为积粉 在木白的一拳下 整个小镇化为了一片废墟 你好厉害啊 甜美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木白向旁边望去 在皎洁的月光下 一个贵族打扮的小女孩 处住头看向木白 巴斯终于出现了 希望你能接住我几拳 擦掉衣袖上的灰尘 木白有些期待地说 哥哥你在说什么 娜娜不懂啊 歪住脑袋 稚嫩的面庞针如小女孩 听到这里 木白笑了 不懂的话 让哥哥来教你雷电顺身 同一时间自称娜娜的小女孩也动了 长裙飞舞 手中多出来两枚飞镖 咻 咻 细小的手臂在此刻格外有力 精准地命中了木白原本站立的地方 又是这招 这个人类跑哪里去了 就算是他也看不清这个人类的身影 毕竟他太快了 就像闪电一样 砰的一声 娜娜顿时感觉头重脚轻 头被一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按住了 正是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的木白 无情的铁手稍微用力 娜娜的脸就死死地压在地面上 强大的力量使得地面出现了裂痕 就这 看到被自己单手压制的第二十关 BOSS 木白有些困惑 别告诉我 你就会发两枚飞镖被死死压进地面的娜娜正在抽气 如果此刻是正义感爆棚的学生 也许已经反思对方是不是真是个普通人 但木白清楚 修罗塔里哪有什么普通人 这么爱装的话 那你就去死吧 木白不留情面抓起对方淡黄色的长发 手中白色球杖凝聚 一发空阵打在他的后脑 地面塌陷 瘦小的身躯直接被压进地面里 留下一个人形坑洞 料想中西瓜榨类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对方的身体似乎异常的坚硬 修罗塔的智慧提示音响起 第二十关BOSS幽暗狼人出现 击败后开启下一层敌人 好家伙 跟我玩二段变身啊 摸着下巴 木白饶有趣味地看住眼前的坑洞 只见小女孩的身体在急速膨胀 黑色的毛发覆盖全身 蓝色的瞳孔也变成了淡金色的兽瞳 嗷屋 一声嚎叫后 幽明之气覆盖在他的身上 在木白的感知中 对方生物等级达到了四级临界点 接近三公尺的幽明狼人 轻松地从坑洞中跳了出来 混蛋 面对小女孩还下手这么狠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 阴冷的眼眸乃是残忍 我的能力可是复制 你猜我复制了你什么能力 这家伙也太磨叽了 木白直接深化雷霆 恐怖的电流从身体里涌出 六千万伏特 雷龙 汹涌的雷电凝聚成雷龙 带着霹里啪啦的声响 轰击在对方身上 猎人头皮发麻的雷电轰击过后 木白微微够异 虽然身形有些狼狈 但毋庸置疑 这个幽明狼人 借下了木白的雷电攻击 全身交呼的幽明狼人 哈哈大笑 真是强大的雷电能力 我能够感受到 自己可以慢慢地 可以操控雷电了 不过话说回来 能够完美地驾驭雷电和震动 你这个人类 真是离谱黑色的狼身 冒着雷电火花 霹里啪啦的作响 配合他身上的幽明气息 很古怪 你复制了我的雷电能力 摸了摸下巴 猜到什么的木白平静地说住 不止哦 你看看这是什么躯壁蓄力 幽明狼人的拳头 赫然出现了透明的囚照 赫然是振振果实的能力 好家伙 木白直呼好家伙 这二十层的巴斯玩得挺变态啊 还会复制别人的技能 这是准备用魔法 打败魔法的节奏 木白生了的懒腰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兴奋 那就看看谁是真假美猴王吧 雷电顺身 身化雷霆 八千万伏特 神法在木白的控制中 巨大的雷电光柱从天空中降下 好像神灵在施展神威 幽明狼人操控半生不熟的雷电力量 护住自己的身体 看来对方复制的只是操控的能力 做不到自然果实者的元素化 无穷无尽的雷光持续轰击在狼人身上 分散的电流在木白手中凝聚成一柄雷电长枪 却把手中由雷电组成的长枪 滋滋响动 木白手臂后驱 悍然投掷出去 雷光乍响 长枪贯穿了对方的胸膛 四 一声哀嚎幽明狼人被钉在废墟的墙上 可恶 我虽然复制了雷电的力量 但我是英属性生物 被雷电的力量克制 雷电之力没有用 那就使用震动的力量吧 强忍住胸膛处的疼痛 幽明狼人冷笑一声 一双狼爪凝聚振动球罩轰向木白的方向 左脚踏地 木白身形鬼魅 右臂弹白色的球罩覆盖整个手臂 悍然地击打在眼前的虚空 直嘎作响后 白色的冲击波将对方笼罩 一手一爪在振动球罩的包裹下相互掘力 来自两个方向的振动力量碰撞在一起 原本就碎裂的地面像是波浪一般被轰击的七零八岁 叮咚 系统提示 感受到宿主承受振动的能力 振振果实开发进度加0.01% 加0.03% 和对方相持住的木白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有些恍然大悟 自己作为吃了振振果实的振动人 怕对方施展的振振果实能力 同样的理论 自己吃了响微果实 会怕雷电吗 并不会 而且恰恰相反 对方的这两种攻击会提升自己的果实开发进度 另一边的幽冥狼人冷汗直流 这特么的哪是振动能力 简直就是催命符 这个振振果实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太大了 在产生振动的能力时 以自己的体质再维持十几秒估计就会崩溃 对方身为一个普通人类肯定会先坚持不住的 自己一定要撑住 仔细观察对面人类的幽冥狼人眼前一亮 对方的身体果然出现了问题 只见木白脸色发青 神情痛苦 双手发颤 身为细心的狼人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不好 我的身体扛不住了木白的表演有些夸张 语音颤抖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马上就要不行了 当然这都是木白假装的 听到木白这和投降无意的话语 幽冥狼人再次提升振动威能 强大的反振能力使得他的双眼充血 嘴里 眼角里流出心红的血 给我去死吧 对方很给力 系统的提示也很给力 叮咚 阵阵果实开发进度加0.06% 加0.07% 加0.08% 砰 白色的冲击波消散 两人周边的地面至少下降了十多公尺 虚弱的木白跌坐在地面上 眼神惊恐地看向不断逼近的幽冥狼人 哈哈 你的自信呢 你颤抖的身体已经出卖你的状态了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 接下来就让我用你能力杀死你 震动 双眼流血的幽冥狼人洋洋得意 胜利是属于自己的 屈膝 握紧覆盖震动球罩的狼爪 猛击在木白身上 缠弱的木白被当场击飞 亮枪站起来的他还是艰难地向狼人走去 叮咚 震动果实开发进度加0.09被击飞 又艰难地走了过来 叮咚 震动果实开发进度加0.1被击飞 又艰难地走了过来 十分钟后 幽冥狼人收起了颤抖的狼爪 擦了擦血迹斑斑的脸 院前的人类还是那副虚弱的面孔 好像随时都快不行了 但自己一直击飞对方 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 被攻击的木白虚弱地坐在地面上 眼角都流露出了一丝困意 这个幽冥狼人作为工具狼还挺好用的 为自己的果实觉醒进度贡献巨大 看到对方大口的喘住气 木白也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看把你累的 要不你歇一会吧 休息休息再来一轮 你再努努力 我马上就要不行了 听到木白好心的劝告 幽冥狼人死死地看住他 这才意识到刚刚木白是在戏耍他 只感觉心口一疼 倒在了地上 这是咋了 木白走了过去 蹲下身子探了探对方的鼻息 居然就这样死了 应该是超额的使用震动能力 把自己的身体逼到了极限 被反正能力所示 再加上刚才被木白一句话给噎的 直接就当场去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太可惜了 你可是头好狼啊 木白有些惋惜地说道 自己这以后 从哪找这样的陪练人才啊 天空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通过二十关卡 接下请来前往第二十一关 新红色的传送门出现在木白的眼前 第二十一关为特殊关卡 所有幸存的入塔人员 需要帮助城主抵御怪物的攻击 本关卡采取积分制 击杀妖兽可以获得积分 本次参与人员3512人 选取积分前1000人 进入下一节刚被传送进来 木白的耳边便响起了冰冷的提示声 自己被传送到了城墙边 放眼望去 临近黄昏 漆黑的森林中传来阵阵异响 居然是特殊关卡 木白的表情无喜无悲 冰冷和潮湿感包围全身 通关第二十关卡的3512人 进入了第三十一关中 实战学院的同学应该都在 拿出怀中的传音时 他联络上了月千仇苏一一等人 在领地的广场上会合 来到广场 破败的木台上 年迈的领主正在对驻士兵 铿枪有力的演讲 腐朽的黑暗吞没不了我们的意志 我们是帝国最后的余晖 今天我们也必将再次抵挡住 黑暗的侵蚀 伟大的斯莱特万岁 充满狂热信仰的士兵 爆发出珊瑚海啸的呐喊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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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上 木白用剑纹色扫射了一下 就知道这些士兵的水平了 接近500名士兵 普遍是两级出头 靠这些士兵 这个城市必然失守 刚才木白在城头向森林赶之过去 充满狂暴气息的妖兽太多了 甚至还有几个四级巅峰的 有些刚被传送进城池的人 听到耳边的提示音 狠狠吹打自己的脑袋 嘴里不停地说 死定了 居然是特殊关卡 这难度远超普通关卡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 早知道就在20层的时候自动齐全了 有不明白的人疑惑地说 特殊关卡是什么意思 难度更高吗 被问及的人咬紧打扎的牙关 沉重地说 难 你知道上一次特殊关卡死了多少人吗 在第15关的特殊关卡中死了接近一半的人 什么 不会吧 这死亡率也太高了吧 我现在退出行不行 呵呵 退出不了的 普通关卡中受到致命伤会安全退出 但在特殊关卡中无法退出 死了就是死了这 众人表情各异 但基本上都是神情凝重 几年不见一次的特殊关卡被自己碰见 这叫什么鬼 穿住全身铠甲 新疆土木的老龄主走到明省的大学新生面前 神情庄严地看住他们 你们就是神选中来帮助我们的勇士吧 我代表斯莱特领地欢迎你们的到来 相信有你们的帮助 我们必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身后一双手遮住了木白的眼睛 不用想木白也知道是谁 月千仇你信不信出去以后 我天天找你实战训练听到这话 把月千仇下的手抖 我靠 不至于哈 我身交体弱的可不是你这个超人类的对手 这段时间被木白暴打的他可深知木白的体魄 毫不夸张地说 单问题呢 三个自己绑在一起也比不过木白一人 戴着卡通帽子的凤彩 看到天不怕地不怕的月千仇吃鳖 无嘴闷笑 红远 苏依依 灵斩 卢骏 等人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过来 交流了一下自己在塔内的经过 每个人遇到的敌人都各不相同 魅魔 恶魔 骷髅兵 蜘蛛怪 兽尔娘等等 但无一例外在二十层的时候 Boss都是三级实力 木白摸了摸下巴 自己对战的那个幽冥狼人 可是实打实的四级 再加上他那个复制技能的天赋 可以说即使实力不错的学生 也得翻车 这么看来 修罗塔是看人下菜碟 实力越强 遇到的敌人越强 关卡越难 全副武装的领主 在一番慷慨激昂后 才说到正事 各位勇士 落日的余晖消散时 就是怪兽进攻的时候 希望大家听我指挥 在东南西北四面城墙上 帮助我的士兵 抵御怪兽和一族 几个传令官组织 众人划分成四个阵容 有认出穆白等人身份的 也跟了上去 最强的大佬在这 不跟住难道要等死吗 抱大腿也得有眼力剑 七百多人的队伍 看起来很多 但真正登上城墙的时候 只能保证格武 六公尺有一个人看守 跳跃到城墙上 徐徐的威风 打在穆白的脸上 他盘腿坐在城墙上 紧闭着双眼 越千仇则是靠着墙壁 玩着沙子 落日的余晖慢慢消散 原本心就提着的众人 更是有些慌了 反观武大的众人 在看到穆白和月千仇 等人的平静表现后 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 有牧神在这里 要是妖兽还能攻破 就见鬼了 时间缓缓过去 穆白的双眼突然睁开 他们来了士兵疑惑地 看向穆白 山林里也没什么动静 就在此刻 森林中传来响动 巫视低沉的号角声 在蛮荒般的号角声中 黑压的森林中 一头是血的白狼 从草丛中一跃而出 毕悠悠的兽童中 充满了对血肉的渴望 紧跟在后的 是长住两个头 体型各异的石人魔大军 为首的几个 还拿着魔法权杖 你们看空中 那是什么 老鹰吗 有学生惊呼道 眼力超人的穆白轻声说道 不是猛禽 是生长双翼的 亚种飞龙城墙上的士兵 看到眼前铺天盖地的怪兽大军 握住铁枪的手 都有些发抖 相较于一般士兵 为首的骑士队长 更加见多识广 每一种怪物 他都能认出来 闭眼白狼 双头石人魔 双足飞龙 魔猿 怎么会这么多 等等 后面那是森林中一棵古树 被巨型生物碰到 蛮荒时代的怒吼 从他口中发出 庞大的身躯如同小山 或者说它就是山 传奇生物 那是山岭巨人 骑士队长神色大变地说 开启剑纹色 木白大概地感知了一下 四级的气息 但实战中恐怕远超四级了 扭头看向苏一一等人 木白轻声说 作战开始雷电顺身 木白消失在城墙上 有眼尖的在战场上 看到了木白的身影 他挡在怪物军团的前面 虽千万人无网以 那是五大的木白 他挡在怪物军团的前面 真的哀 有今年高考满分的木白坐镇 不是没有希望守住啊 可那漫山遍野的怪物 也太多了 木白同学 这也太危险了 对于突然出现的木白 石人魔祭祀 只向面前这个人类 周边得到指示的 双头石人魔包围住了他 接近四公尺的 双石人魔脉动高大的身躯 眼神中满是对人肉的渴望 他们都快忘记人肉的味道了 六头石人魔中 最健壮的一头 一把推开身旁的铜内 这等美食 他要一个人享受 在木白眼中 对面都是行走的积分点 伸出右手雷电响动 左手覆盖震动球照 你们有经历过天灾马恩 眼前的虫子在说什么 能够释放闪电 才是人类的魔法师啊 那肉质更美味了 听不懂人类语言的 双头石人魔张开 有半人高的大手 带着新风抓向木白 同时木白行动了 身体元素化的木白 释放无穷无尽的雷霆 右手对准天空 在所有怪物惊骇的目光中 十几公尺高的雷电巨兽 升腾到半空 身形四路 长有牛尾 马蹄 一只独角兽 威风无匹 一翼福特 麒麟 在木白的低喝中 雷电构成的巨兽 活了过来 后 洪亮的咆哮声中 竟是亡者威严 站在最前排的碧眼白狼 发出哀鸣 惊恐地向后退 就算是骁勇善战的双头石人魔 也心生胆寒 直觉告诉他们 现在得逃离这里 但太晚了 雷电麒麟在木白的操控下 吐出大量的雷电球体 形成了笼罩天空 交织在一起的电网 随着木白压下右手 噼里啪啦的电网如同球龙 将面前所有怪物 禁锢在原地 高强度的电流下 没过一秒 前排的怪兽杂牌军 尽数被电为焦土 麒麟 放 这还没完 麒麟跳跃至高空 分化成接近十公尺的电团 在木白的疯狂眼神中 空中的电球轰击在怪兽军团里 被击中的大地 青草 树木 怪兽 有生命的无生命的 都在光球砸在地面的时候 化为了虚无 那是什么 木白他是什么 也有人疑惑地说 这是雷电的力量 更像是自然系的 木白不是超人系振振果实吗 有五大的学生一看就知道 提问的是别的学校的 略显骄傲地说 你们还不知道吧 我们学校的木神是双果实能力者 阵阵果实和自然系想为果实 卧槽 离谱 一个人可以拥有双果实能力 木白他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快看战场 闪亮的蓝色雷电消散 众人用惊骇的目光 看向面前的场景 一些士兵直接跪下 在向神灵祷告 这位勇士肯定是神灵的代言人 才能拥有如此威力 只见在木白身前 雷电光球炸裂开来后 地面出现了一个 直径一百公尺左右的巨坑 怪兽军团冲在最前面的 两千只两级碧眼白狼 被木白全部消灭 连带住还有部分食人魔军团 手中凝聚振动求诏 木白微笑地说 三级以下的杂鱼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了 怪兽军团顿时大乱 食人魔祭祀愤怒地将权杖插入地面 在吟唱声中 施展了大范围的狂暴数 士气低迷的怪兽军团重振雄风 星红的眼珠中都是暴虐 眼前的人类再强也只有一个人 而他们无穷无尽 山林中陆续涌现出更多高级的兵种 兽人战士 巫妖祭祀 狂暴的熊 越多越好 振动最大轮 天翻地覆 木白的眼中第一次流露出 嗜血的疯狂意味 杀 杀 在战斗中洗礼自己的灵魂 直到自己踏上那最强王座 这就是木白的野望 最强之名 双臂伸展 手中的振动求诏越来越大 就算是以木白的体质 也有些难以支撑 蓄力完成后 木白狠狠地轰击在两侧的虚空中 支嘎支嘎支嘎不同于以往 振动在以木白的意志层层叠加 木白隐约地感受到了振动的终极奥义 那是果实觉醒的门槛 片刻的沉寂后 地面剧烈地振动 这是怎么了 一连猛逼的怪物们被振动摇晃地跌坐在地面上 这是地震了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木白的前方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痕 这条裂痕撕扯开对面的怪兽军团 无数的怪物在震动中掉落进裂痕中 就连天空中的霸主 三级的双足龙也难以在这样的震动中飞行 只能收起翅膀掉落在地面上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 才刚开始 木白吐出一口长气 双臂发麻 自己的全力一击在海洋上会引发史无前例的大海啸 在地面上也会引发恐怖的地质断层 被木白击中的两侧虚空正在吱嘎作响 好像玻璃破裂的声音 延展至上空几十公尺的裂缝还在蔓延 大地被无情地撕裂 无以匹敌的震动将山丘震塌 不远处的山脉也发生了断裂 山脚下的河水在震动中改变河道 而木白身前的地表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塌陷 一条条几百公尺的沟壑将大地抓开 在这样的震动中 怪物们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莫名的能力封锁在原地 只能被动地被震动之力撕扯开身躯 或掉入深渊裂缝中 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地貌 这不是神灵的力量是什么 城墙上所有人都呆入木基 这是人们能够做到的 别说士兵了 就算是与木白朝夕相处的同学 也有些怀疑木还是不是人了 城墙的另一头 五大小队开始行动 出发 苏依依发出一声提鸣 燃烧的羽毛生长出来 全身被紫红色的火焰包围 万鸟之王以华贵高雅的姿态展示在世间 一直存在于神话中的生灵来到了这个世间 这就是鸟鸟果实 幻兽种火凤凰形态 一声提鸣后 伸展火焰的躯体 向七零八落的妖兽大军俯冲过去 木白这家伙真是变态 但不能让他一个人大放光彩 小怪兽们你越大也来了 全身沙画的跃迁筹也消失在北部城墙上 一道鬼魅的身影跳跃出城墙 沿住墙壁跳跃而下 变身人形黑豹的正是红月 他所服用的是动物系恶魔果实 猫猫果实黑豹形态 年高桥梁 眼看其他队友都出击了 一直跟住木白步伐的卢骏 当然不会落下 只见他伸出糯米花的双手 向前伸展 一座具有弹性的糯米桥梁 就出现在城墙上 牧神我来了 顺着桥梁 卢骏像坐滑梯一样 从城墙上滑了下来 凤彩和灵斩也快不跟上 临走的时候灵斩回过头 对处还在呆滞的众人说 对自己实力有自信的 可以下城墙斩杀怪物 没有信心的 也可以呆在城墙上 抵御灵散的怪物 众人这才回过神 这位同学说得对 走 我们下去轻搅怪兽 后腿战场上 穆白在怪物惊恐的目光中 硬闯入军团中 被吓破胆子的怪物 哪里是穆白的对手 白色球杖凝聚 空阵 只该一发震动 穆白身旁的怪物们 被震动冲击波带走 血肉横飞 想要偷袭的兽人 抡起铁刀砍向穆白 却不想穆白身上 雷电蓝光一闪 屁事没有 放电只见穆白轻声说着 雷电就顺着插入 他胸膛的铁刀 传导在对方身上 劈里啪啦作响的电流 直接溶解了对方的身体 传来阵阵烤肉的香味 身材健瘦的狗头人 拿着铁锤丢向穆白 穆白一个转身 接住铁锤 沉重的铁锤 在穆白手中 漆弱红毛 手中雷电的高温 融化了铁锤 火红色的熔铁 在穆白手中重新凝聚 被雷电高温融化的铁锤 变成一把长毛 穆白在手中把玩一圈后 右手横甩出去 带着还没冷却的高温 一声闷响 穿透了刚刚投掷的狗头人 这一枪的威力巨大 足足贯穿了五只狗头人 才深深地插在大树上 手持大砍刀 一对狼骑兵 向穆白发动了攻势 在他们身后 还有巨魔投掷手 最后方的则是萨满巫师 正在吟唱着魔法 无视于包围而来的食人魔 被敌人环顾的穆白 闭上了双眼 随即睁开 骇人心魄的气势 从穆白身上发出 庞扶海浪击打在 所有怪物的心身上 这正是穆白的霸王色霸气 霸王一出万人难敌 心神不定的怪物 在瞬间被震晕过去 即使是艰难抵挡住 这样骇人气势 也会感觉身为一场大病 浑身颤抖 双手雷电响动 猙獰的雷电龙头 从穆白的双臂腾空跃出 六千万伏特 双雷龙 两条雷龙游走在密集的敌人中 伴随着一阵阵的电机哀嚎 收割着鲜活的生命 天空中的双族飞龙 正要摆成阵形 对付下面的人类时 不远处的天空上 一道火红的身影 裹挟住紫色的火焰 向它们冲来 感受到血脉上的压制 双族飞龙疑惑地散开 它们从未见过 这样奇怪的鸟泪 动物形态下的苏依依 可没有给它们 太多的反应时间 火红的双翼 酝酿着紫色的火焰 片刻后组成燕云 紫烽火 燕云 紫色的燕云 在苏依依的控制下 变成另一个 拟太火凤凰 如同老鹰捕捉麻雀 在血脉上 天生优势的苏依依 对付这些亚龙种 还是手到擒来 拟太火凤凰燃烧着 在空中 所有的双族翼龙被点燃 当这些 被凭空点燃的飞龙 感受到身上的炙烤感时 愤怒地在天空中 围剿苏依依 看来你们还不知道 我紫凤火的威力 居然敢靠近我 一声银银般的轻响 苏依依周边的飞龙 身体上升腾起紫色的火焰 越是靠近他 火焰燃烧得越是厉害 三级的双族飞龙 还没有展现出 他们喷吐毒液的能力 就被对方拿捏得死死的 不久 天空就飘落下飞龙 被燃烧殆尽的残骸 红远这个时候 也来到了战场的边缘 身为人形黑豹的他 行动矫健 身影鬼魅 在兽人和食人魔的攻击下 能够轻松躲过 武装色 黑夜狂烈 红远的四肢 付诸武装色霸气 锋利的爪子 更加有黑闪亮 暴人形态下的红远 开启了黑夜狂烈状态 身影化为黑色的闪电 在怪物群中闪转藤罗 依靠强健的体魄 和超人的动态视觉 每一次都可以在短时间内 精准地命中对方薄落出 此刻他就是黑夜里 难觅食的黑豹 在无声地展开大屠杀 西边战场上 嘶吼的螳螂怪物 张开自己的镰刀前爪 横扫向灵斩 坑 灵力的斩机 被两柄长刀挡住 你体会过 树叶划过的身体的感受吗 争名的螳螂头扭动 他没有听懂对方 在激励呱啦地讲些什么 身影交错 星红的双刀在灵斩手中 彭扶式被降伏的厉鬼修罗 退后一步双刀交叉 双刀流傲益 鬼神斩无业 后腿踩着星红的气浪 在这一刻 灵斩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双刀在对方的身体上 留下了完美的斩机 翠绿色的螳螂怪轰然倒地 当树叶落地时 没有人在意树叶划过身体的感觉 但这就是我的斩机 给敌人无声的死亡 横握长刀 灵斩冲向眼前的敌人 剑客之心不惧生死 不远处 卢骏的攻击方式就和谐很多了 糯米粘连 流星锤 双手糯米化 变成铁锤的样子 在动用武装色覆盖 自身旋转变成龙卷风一样 将对面的狼骑兵打得七零八落 一时之间敌人不敢贸然地接近他 哈哈 还没完呢 尝尝我的糯米加特林 一只手变成糯米加特林的样式 另一手把住加特林枪口 咚 咚 咚 强劲的糯米子弹 扫射在靠近的食人魔身上 将它们击倒在地面 有些被糯米粘住的怪物正脱不开 又撞在另一个怪物身上 反复变成了滚动的肉球 哈哈 就在这样的憋屈中 被夺走生命吧怪物 没想到自己的果实能力还有这种有趣的效果 卢俊可是高兴坏了 咦 凤彩要施展他的能力了吗 看到远处小山丘上的凤彩 卢俊摸着头发说 坐在人偶玩具上的凤彩 找准时机 在战场上悄无声息地接近怪物 白嫩的小手在触碰敌人后 砰的一声 一个崭新的玩偶就出现在他面前 又凑起了八个玩偶 脑袋夹子玩偶出来把在凤彩轻柔的声音中 八个人偶合为一体 名为脑袋夹子玩偶的巨型人偶凭空出现 周围的兽人毫不犹豫地攻击人偶 脑袋夹子玩偶可是不会死 在凤彩略显俏皮的话语中 巨型玩偶身后的发条自动转动 接近四公尺的庞大身躯一拳轰向兽人 这一记蓄意轰拳威力惊人 直接把两公尺高的绿皮兽人打进了土里 反观兽人部落对他的攻击 铁锤 砍刀 长矛 落在玩偶的身上都毫无用处 趁着夹子人偶吸引注意 凤彩在后面不讲武德进行偷袭 凡是被他手触碰过的怪物 都变成没有表情的人偶 事业的突然切换使得他们不知所措 一个士兵人偶颤抖地用金木身躯 敲打自己的同胞族人 是我啊 我是你哥哥 阿莱达快救救我 绿皮兽人听到声音后 看到拖着自己腿的人偶 他觉得有些奇怪 会说兽人语言的人偶 自己什么时候有过哥哥 一脚将玩偶踢飞 看都没看他一眼 目睹这一切的凤彩捂住嘴笑道 中了我的果实能力 就会被族人遗忘 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会忘记你们的存在 所以啊 玩偶不准乱跑 要乖乖地跟住我少女甜美的声音 透过果实的力量 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精神上 士兵人偶想要离开这里 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跟在凤彩身后 这个矮子是恶魔吗 我的身体怎么不听实话了 这就是超人系同居果实 堪称bug等级的存在 杀龙卷 树道包含沙子的龙卷风 从凤彩身前刮过去 怪物们在这样的龙卷中被吹到了天上 差点把凤彩也给吹起来 月千愁 你是疯了吗 压定冒烟的凤彩使用铁块 才免于被吹上天 戴着黑框眼镜的他气嘟嘟地喊道 解除元素化的月千愁甩了一下长发 轻松地说 放心我有数的 你看我这不就是没伤到你啊 我要把刚才的事告诉木白同学 听到小凤彩的话 天不怕地不怕的月千愁无奈地说 对不起哈凤大小姐 等我回去给你赔偿一个人偶哈 一个不够 我要你买给我两个玩偶 必须是三米的巨型玩偶 好好 月显敷衍的话刚说出来 捂住额头的月千愁 就被从天而降的双族飞龙尸体砸成了沙子 被风吹动的沙子重新凝聚为人形 月千愁指住天空上的苏一一说 我擦 苏一一你想砸死我了 要不是我提前元素化 我就交代这里了苏一一恶诺的身躯 从天空中落下 解除了动物化 燃火的双翼被收了起来 他无所谓的说 我失误了 你有一件额 先把这些小虾米解决掉 把双臂化为杀刀的月千愁说道 四周零散的怪物重新聚集起来 虎视眈眈的盯着三人 在战场中心 从城市下来的学生都会避开这里战斗 因为一袭黑衣的木白太狠了 离境的话恐怕会被战斗余波伤到 在施展了两次大范围AO1后 木白靠着一双振动铁拳 在几万怪物的战场中心杀得七进七出 每一发震动拳都能够带走一片敌人 震动之力算是让木白玩明白了 依靠着接近五级肉身的体质 木白可以肆意地使用震动威能 顺身 变光伙食之间 手握四级兽人将领的丑陋头部 活生生地按进了地面 手中的白色球照炸裂 一级空阵直接带走周围的小兵 兽人将领更是被震得直接变成牛肉罐头 敖屋兽人几乎死伤殆尽 狼人军团接替了对方的位置 再次把木白包围住 看来只剩下你们了 眼前的人类男子踩在尸山血海上 就算是生吃血肉 自认无恶不作的狼人首领也心里发出 我的子民们 给我撕碎他 身穿盔甲的狼人首领指向木白 久经沙场的狼人士兵没有恐惧 能够杀死强者是他们的荣耀 争先恐后的狼人军团扑咬向木白 一翼伏特 麒麟 雷光大作 雷电麒麟再现于世 电光火石之间 木白雷电顺身 消失在原地 习惯黑夜行动的狼人军团 都快被电光闪瞎了眼睛 争鸣咆哮的雷电麒麟融入地面 直至的电流凝聚成雷霆刀刃 在大地上纵横切割 每一抹电光消散 都带走十几只狼人的生命 元素化的木白一路沙发 所到之处遍地横尸 近千人的狼人军团 在不到片刻的时间就被木白顽念 快阻止他 看到越发接近的电光 坐在战车上的狼人首领站了起来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不开一击 偌大的狼人军团 就像浮在咖啡上的白沫 被轻轻的一口气吹散了 不管了 撤退 狼人首领怒骂一声 跳下狼车向后方及时而去 但显然 这一切都在木白的见纹色霸气下 被看得一清二楚 你的子民都在死战 你怎么可以逃那木白脚尖凝聚振动求照 踩他在地面上 周围的狼人被瞬间震飞 骨骼粉碎性断裂 蹊跷流血 毫不凄惨 六千万伏特 雷鹰随着木白的一声低含 在他肩膀上凝集了一只雷电老鹰 灵动性地看向自己的目标 狼狈逃窜的狼人首领 展开雷电羽翼飞上高空 身后一声鹰蹄 四肢奔跑的狼人首领 感觉到身后的雷电蓝光 汗毛直立 在他的惊恐中 雷电组成的老鹰冲破狼人战士们 静止地贯穿在自己的胸膛 啊 飞色的狼人毛发被电击的胶壶 被电流热量融化的铁铠甲 辅助在身上 更是痛得他哇哇大喊 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 木白有点明白这样的感觉了 意识模糊的狼人首领 瘫软在地上 狼人战士还在奋不顾身地 撕咬像那个神灵般的人类 但都无济于事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步伐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 对方终于站在了自己的眼前 在他身后是如山堆积的狼人尸体 解除元素化的木白 一直点在狼人首领的额头 震动手枪 白色震动球罩凝聚在指尖 砰的一声 对方投开话 剩余的狼人们见到首领被击杀 再加上整个狼人军团实不存一 失去了战役 向后方逃窜 木白倒是没有管他们 真正要认真对待的是 这三个传奇生物 山岭巨人 见到自己人跑得跑 死得死 山岭巨人睁开了蓝色的眼睛 踏着沉重的步伐 向城墙处走去 山岭巨人行动迟缓 但防御力惊人 可以说是攻城力气 五大小队的成员 都聚集在木白的身旁 苏依依看向凤彩说 看来必须解决它们才可以通关 凤彩 你的铜躯果实能不能对它们起到作用 不行的 体质差距太大了 这种传奇生物 估计体质已经达到了五级了吧 我的铜躯果实 根本对它起不了作用 低头 凤彩有些失落地说 我来对付它们 正好我也想试一试 是它们的身体硬 还是我的拳头硬活动了一下身躯 嘎嘣作响 木白战役十足地说 你打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累 听到月千愁地询问 木白白手说 可能我的体力比较好 北门城墙上 可把士兵和学生嫌坏了 零散的二级小怪根本就不够分 我怎么感觉 自己就是来挂机的五大的学生 就是不一样 你看看它们在下面大杀四方 我们只能在这里躺平 行了兄弟 要点脸吧 要不是木神 它们顶在前面 就这样的怪物攻势 我们一波都守不住 这怪物一波接着一波的 南门 西门还有东门是怎么守住的 不清楚 但是任务还没有失败 就说明其他三个地方没有被攻破 斯 早知道就努点力进入四大顶级学府好了 也不用在这样的三等大学混吃等死了 在北城门的众人热烈讨论时 城墙的十字楼梯上 老领主带着几名护卫走了上来 在他后面还有一群学生 领主大人 其他三面城墙的情况怎么样 怪物多不多 听到有勇者询问 老领主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意思 失手了 跟在老领主后面上来的学生解释 南城门 西城门 东城门一个怪物也没有出现 我们傻呆了半个小时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老领主走到城墙边 看到城市下湿山血海 令他头皮发麻 这 全部的怪物军团都被你们拦住斩杀了 老领主有些不可思议的说 北城门的人也明白了老领主的意思 好家伙 原来不是四个城门都受到这样的怪物军团进攻 而是北城门这边挡住了所有本该分流的怪物 不远处的骑士队长见到领主到来 半跪在地上行驶了一个骑士领 领主大人 是战场上的勇者抵挡住了所有的攻击 尤其是那名叫做穆白的勇者 更是以一己之力接连斩杀数十个怪物军团 神情激动的老领主大声喊道 这就是神机啊 这位穆白一定是神灵的使者 他是来拯救我们的 跟住老领主上来的学生 猛然听到穆白这个名字总觉得很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个穆白怎么听得很耳熟 前面的同伴翻白眼的说 就是本届高考满分的穆白啊 他选择了中午大学 被誉为未来星星 实力很强 外界传闻他拥有最强超人系振振果实 这些可都是前段时间爆火的新闻 一看你就没怎么上网 连穆白都不知道 真假的这么邪乎 不过看这个战场 我现在是信了 五大穆白恐怖如斯 此子前途大大的 穆白这个实力有些离谱吧 他得杀了几万的怪物吧 有听过穆白的 也有没听过的 不过从今天开始 整个名省的大学恐怕都将知道这个名字 和几个同伴杀穿怪物军团的强者 大一真正的新人王 激动过后 老领主站起了身 不远处的山岭巨人还在缓慢前进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摧毁城墙 攻破城池 还剩三只山岭巨人在向这里进攻 全体士兵听我号令 将龙穴工程弩搬出来 听到老领主铿枪有力的号令 所有的士兵都开始了行动 其实队长心里也有了底 这城池是守住了 龙穴工程弩可是对付山岭巨人的戾气 伤害和破坏力惊人 你们快看 穆白行动了 所有人齐刷刷望向战场 只见穆白微小的身躯挡在几十公尺高的山岭巨人身前 心有所感的山岭巨人停下了脚步 他能够感受到眼前的虫子拥有惊人的气魄 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作为山岭巨人他已经活了六百年了 从来没有生物能够抗衡自己的力量 他高高抬起自己的巨石大脚 像彩虫一样踩向穆白 危险啊 城墙上的学生见到这一幕发出惊呼 穆白不会拖大了吧 我听老领主说山岭巨人已经达到了四级巅峰 在血脉的加持下 普通的五级生物也不愿轻易招惹他们 等级相差太大了 这换谁来也没有取胜的机会吧 感受到上空的气流被抽取 货车大小的巨石脚掌向自己踩来 等级 身躯大小 种族差距 这一切都被穆白抛到脑后 现在只有战斗 只见穆白手中凝聚振动球罩 须臂蓄力 转瞬间就与从天而降的巨石大脚撞击在一起 轰 恐怖的撞击声久久没有消散 周围的地面在这样的力量碰撞下不堪重负 穆白的身躯在一点点下沉 两者碰撞的气浪甚至能够波及远在城墙上的众人 脖耿间轻轻爆起 穆白第一次在力量上感受到压制 这种感觉 非常好 兴奋的穆白元素化脱离这里 电光火时间出现在山岭巨人的胸膛前 右脚凝聚振动球罩 紧接着就是一发侧踢 枝嘎 随着虚空出现珠网般的碎裂 山岭巨人轰然倒地 这给人的视觉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庞扶一只蚂蚁绊倒了一头大象 明白对方不是小虫后 山岭巨人也认真了起来 几个呼吸后站了起来 庞大的身躯 使得地面微微颤抖